大家好,这是Cynix 我想在这个视频中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XCon Long World中的一些经验吧 在正式开始前呢 我想先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视频呢 我废话会非常的长 再加上我没有提前打劫操稿什么的 所以说可能会 就是逻辑性可能会比较混乱不好 也是请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呢 这个视频也算 不能算是一个所谓的攻略视频吧 因为我觉得XCon 由于它是属于一些策略的游戏 这个游戏的性质也是决定了 我觉得是不太好 把所有东西都说死了 再加上呢 我虽然说是游戏的时间 算是比较长了吧 但是呢 我依然是觉得 我对这个游戏中 不理解的地方 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这个视频 主要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Long World中的一些经验什么的 这样呢 我们直接开始 首先呢 我觉得是先从我们的 在游戏的初期吧 初期我们在开始一个新游戏的时候 首先一般会选择的几个重要选项 首先是我们的 A Second Wave 这边呢 Long World中新加入几个机制 我呢 算是比较非常推荐 首先是这边的Streak Screening 这个Screening呢 它的作用就是在我们新兵开始的时候 他们的所有的属性会变成一个比较平均的一个 很平均的一个值 并不会出现有些新兵比他的某些属性比较高 然后其他属性比较低的情况 总之这个呢 会让我们的作战的一些战略的部署 会变得更加的平稳化 并不会出现说因为某些士兵的一些突出的 比如说瞄准 然后从而是导致一些东西过于简单 或者说某些士兵的生命值过低 从而是导致他非常容易死亡 有了这个选项呢 可以说是我们的战术更加的 更加平稳一些吧 随机性可能会更少 然后第18个Commander's Choice 这也是在Long World应该是Beta 15中心加入的吧 还是14我记不太清了 总之这个选项呢 也是可以让我们是手动的选择新兵的一些他们的职业 我觉得这个选项也算是更加的 更加的可以说是把我们的游戏的难度降低吧 最后呢 第九个Dynamic War 也是新加入的一个选项 Long World由于是 它既然它的名字就是Long World 它也是非常的长 这个选项可以是有助于 把我们Long World的游戏时间 基本上是缩短50%左右 这个呢 我是因人而异吧 假如说大家刚刚体验Long World 想去体验一下原汁原味的感觉的话呢 可以不选这个选项 假如说像我这样 从我记得我好像是 我是从现在是Beta 15 已经是最后一个完成的版本了 我是从Beta 11的时候开始玩的 期间也是玩了非常长的时间 基本上是有几百个小时都在玩Long World 所以说由于是到了现在 基本上是实在是不想再浪费过多的时间 所以这个选项可以是有助于我们缩短 缩短游戏时间也算是不错的 这样是我们的Second Wave 然后游戏游戏难度 游戏难度呢 我建议大家不管是什么人 都要先从Normal开始打起 我个人我觉得在原版的SCon中 Impossible假如说是对游戏理解好的话 可以说是并不是说真正所谓的是Impossible 还是可以打过的 但是在Long World中由于是 即使是目前我们是一个等于是最终的完全版本 依然是有一些bug 还有一些再加上Long World中的改动比较多 所以说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讲 我觉得先一定要先打 别能往至少打通了之后 再去考虑其他难度 这也是我是比较建议的一个情况 这样游戏开始 还有一个是我们起始的 骑士国家我强烈建议是开始在加拿大 加拿大中我们是应该是其中有一个选项 是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直接给我们四个corporal等级的士兵 这个四个士兵呢 我们直接只要是在第一个战役中不死掉的话 这四个士兵都只能存活下来的话 还是可以有很多好处 首先呢是这四个士兵呢 由于是他们等级会比较高 会直接呢解锁 会直接接受我们offering training school 这么一个计划 在Line World中offering training school 好像大概需要我们的部队的士兵等级总和 达到一定的数量才可以去解锁 假如说在Line World中做的不好的话 有可能造成我们的第一个月 比如说你死人比较多 或者说是一些大家的等级 还平均没有没有升购的话 很有可能造成我们offering training school造不起来 或者说是造完offering training school之后 我们在offering school的升级计划 它的每个升级呢都是会 这个 这个每个升级呢都是需要士兵的等级的 可见现在我的士兵总等级是476 这个每个升级都是需要一些等级 假如说在初期我们等级播的话 很有可能会很重要的 像我们提高我们部队的数量很有可能是研究出来 所以说也是比较比较麻烦 在我们 不过我们要是起始 其实在Canada的话 我们直接选择这个起始的一个奖励的话 会是 我是感觉非常不错 这样这四个士兵 这四个士兵呢 我们的 四个士兵我是个人选 我建议是直接是利用 2nd wave的一个 commander choice 把它们全部变成我变的是 infantry 因为我个人感觉上这 infantry是我战斗的一个算是一个核心吧 我是把游戏初期的所有的officer全部给了 infantry 总之是这四个士兵的一个情况 这样士兵具体的技能和他们的搭配来说 我们一会再谈 我们先从从这边开始吧 先是 research research呢 在游戏一开局的时候 一开局的时候我 现在游戏我都已经研究完了 是不太是不太记不清楚 应该是一上来有一个 这个deno biology 是可以研究完后 是可以是 应该是解锁我们的 第2个吧 这边的一个建造 还有一些其他科技 还有一个呢 应该是 alien的vipory 应该是这个 解锁完 研究完之后 是可以解锁我们scope的一个建造 可以说游戏初期一般就是这两个选项 我个人选择的是deno biology 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这个研究完之后呢 他会会直接接受我们console console的一些request 他会直接是 console会直接 帮我们要一些 saccode的一些尸体 这些 这些尸体 我们要是给他们的话 他会给我们科技家 在long world中 我觉得初期的话 科技的研究会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呢 是在初期 我选择的是 这边是一个走科技路线 vipory的话呢 要是研究完后 是可以造scope 但是在初期我觉得 可能是资金不太不太充足 scope的话也是不可能把全员都专门上 才加上初期大家的等级都比较偏低 就是还是不太能发挥这么多速度嘛 总之我个人 我个人考虑了之后 我个人感觉上是这边去初期获得更多科技加 从而是加速我们游戏后期的科技的研究速度更加重要一些 其实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这边的基金实验室 我觉得先暂时不说吧 然后是我们的engineer engineer呢 在初期 初期也是提到 这边的official school 也是第一时间要建造起来 其他的呢 在大家要是想降低游戏难度的话 我个人建议是可以直接是开始几个游戏 开始游戏之后呢 看一下我们的 我们游戏中一般是会给两个thermal 就是一个蒸汽的 一个蒸汽的一个电站的建造地点 我这边呢 是运气真的是非常不错 这两个是连在一块 一般情况下 我是建议能选一个是在第二层 在靠这两个位置 总之是能在初期很好 可以直接去 很容易去得到的一个位置 从而是在初期呢 我我个人的做法是rush一个thermal的generator 这样会省下 总之是效率更好一些 这边的fusion generator呢 是84一个 而且只提供8点电力是 而且是很费位置啊 我初期呢是造了 总之是造了一个thermal 然后后来电不够用的时候 这边是可以再补一个普通的fusion 其他情况下呢 比如说 我们要是能把初期第一个thermal起来 然后第二个thermal 这边是由于是太走运了 这两个连一块 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二层一个 然后三层一个 或者说是四层一个 这种情况下 一般是第一个增加起来 然后可以会增加 可以撑很长的时间 其他情况下倒是在说 呃 然后其他的建筑 office twin school 造好之后 嗯 应该是 这边应该还会再给一个uplink uplink 基本上是在看我们游戏的 看游戏情况 一般呢 我是建议在我的七十的大洲是美洲 美洲一共是有三个国家 基本上一个uplink 就可以提供一个 一个 一颗卫星 这样在初期呢 直接是造 在这个uplink旁边 再补一个uplink 这样就可以是三个 三颗卫星直接是把美洲覆盖全 基本上就是不用考虑其他的一些情况了 lunware也是不能像原版一样去rush很多的卫星 从而是覆盖国家 因为lunware中的空战是非常非常非常难打的 所以说你要是把卫星都发射出去的话 很有可能是造成 卫星第一时间被外星人击坠 击坠后反而会提升相应国家的恐慌 而且是对我们经济算是有一个比较 算是有负面影响吧 所以说一般的lunware是在初期的 先去把自己起始大洲的卫星覆盖完全 覆盖完全之后 再等到自己的空军有了足够的力量之后 再去再去往其他的大洲扩展 基本这是一个lunware中等 也是跟原版中有很大的一个更改 更改这个状况吧 这样等于是一般的建筑计划 就是电站 然后of the true school 这边呢 再补一个第二个upink 基本上是游戏初期的建筑 然后呢 根据自己的情况 我个人选择在初期 我个人选择造的是 这边我造了是 应该造了一个research research lab 然后造了一个genet lab 我个人的走路线 是一个像是一个走基因改造的一个路线 到了游戏的大后期 我才起的方准 可以说是mac 我的成型也是在游戏后期才成型的 可能有些人更喜欢mac一些 但是我个人的 我是不太用不太好mac 所以说我初期 我是更加偏向于基因的路线 然后这个search lab 也算是留着一个 留着一个位置 最后呢 这两个 就直接是连到了一块 基本上是我的一个情况 这样方准 方准游戏我起的比较晚 但是呢 这边是可以说一下 方准在lanwar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科技 首先是这边这个太克 rigging 应该是在原版 原版 VC中应该是比较重要 但是lanwar中改的比较 比较难获得 是要10个mutant elite 实力才可以研究 这个东西呢算是 我也是到了游戏后期才研究出来 算是比较 初期真的是很难成像 还有一个应该是 common conservation emmo conservation 这个应该是要mutant的尸体吧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也算是比较难研究 因为游戏mutant出现的也算是比较晚 这两个科技跟原版一样 我个人感觉还是能早研究 就早研究 lanwar中的武器的弹容量也是比较少 正常武器只有三发的弹容量 很快就打光了 所以说这个 有些提升弹量的技能 我觉得是能早就出来 早出来 当然还有相比之下 这比这两个更加重要的 也是狼狼中新加入的 应该是 是不是这个 1-3也是也算是比较壮 这边一些savage技能 总之是应该是一共有三个 一个是这边提升我们获得weapon fragment的20% 然后另外两个应该是提升我们获得的 Ellium跟A-lord的一些这种就是等于是获得量的一些技能 总之呢 这三个技能我个人建议是在游戏 所以有一次我的路线是初期分锐可能是起不来 因为是我更加拼建于 拼建于我的就是我的科技吧 就是我的research更加更加拼建于一些 所以说在分锐起来之后 我个人的 在这个毕竟是在到了游戏的后比较偏后期的情况 那时候的潜意比较多了 然后直接是方水起来之后 去把这些提升我们本是获得资源的一些方水计划 先研究出来 这样是可以为之后做出更好的 为之后做出更好的一些打算 另外呢 这三个计划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去提 因为这个long war 我们目前我打的这个存档 已经是我在long war 中打的第6个还是第7个了 前几个呢 其中有一个是我打也是打的游戏后期 所以输掉了 怎么输了呢 是我的 就是我的应该是illusionment不够了吧 还是应该是illusionment不够了 总之是由于是很难去研究出那个科技道理之后期 再加上敌人的 总之是敌人的抵抗也算是比较强吧 所以说是到了后期是 我的illusionment一直是缺 导致呢我的科技研究出来之后 但是我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装备是等于是没法升级 从而是导致等于是被慢慢慢慢的被敌人给拖死了 总之也算是比较算是一个我的教训嘛 所以说我个人是建议大家是把这两个 这科技是尽量能早研究出来去早研究 但是也不要去rush它 因为初期那些科技还是比较贵的 你抓出来之后呢 它的收益是可以说回报 你是需要去慢慢的积累 要不然的话等于会造出 其对经济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个损失 这边情况 另外repair bay也算稍微提一下吧 repair bay也是在long world15中 已经加入了一个 总之是物品呢是改动 物品的改动是所有的物品造价比原来稍微低了一点 但是呢他们有可能在战斗中是被被损坏 这个损坏呢等于是你需要再修 基本上我的看法呢 我还算是比较喜欢吧 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呢 我的战术就是部队尽量不要受伤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假如受伤的话呢 等于是要稍微再拿钱秀秀 这样相应的来说 只要你不受伤 所有的物品的造价比原来要更低了 但是呢你一旦受伤 这个物品是没法用的 所以说在游戏的初期吧 我觉得前几个月没有必要 但是到了等我们有了足够的一些钱以后 一定要先把这个repair被造出来 要不然的话我们的物品装备一旦坏掉 我前面就直接费了 你除备修的 而且repair被应该是很便宜 repair被的话应该是50还是75 总之非常便宜 他也算是一个临近的 算是一个workshop 一个奖励 可以提前造出来 这个没有什么态度的坏处 就是跟大家提一下 然后是我们一些物品 物品呢 这边我先不说 我们直接是跳到我的 我们的部队 像这边呢 我正好是准备准备凸击击 egzot 基地 我正好是提前准备一个部队的构成 在lunowner 中也是 我们的部队 一上来是有6名小队 然后是可以升级 升级成第7名 然后第8名在这边 这边由于是额造凸击 所以说我是多出来两个部队 这两个部队也是到游戏后期新出来的mac 这个呢 我们倒是再说 首先呢 我是从一上来一上来的七六名小队开始收集 我的一上来初期的六名小队 基本上就是这些职业的变化 而且他们所在的出生位置也是没有 也是跟我的游戏的就是所有的旗帜位置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也是Long World 15中是新加入的 这等于是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任务开始的时候小队会出生的位置 这个是原来在总之在steam上一个比较 我觉得算是比较就是有有人气的一个mod 总之是非常非常非常人性 这个在15中也是直接是在beta15中也是给直接是整合起来了 基本上呢我可以看这边的最上面 就是我们出生在应该是靠最靠近外边的一个一个地方 我直接选择让scott在这边 然后几个比较需要在前方的 我们的infantrain还有assault直接是放到第二个 然后再靠后方的像刚整跟sniper 直接放到后边 其他的像racketeer可能需要保护一些给他放到中间 基本上是出币这么一些情况 然后从scott说起吧 scott的技能数 基本上我在Long World中的scott是没有 他的技能数我是没有一些就是没有变化的 我所有的scott都是这么一个技能组合 我个人的看法是Long World中的所有的职业 尽量能让他们技能是 尽量我是不想出现太多的分级 就是有些人的技能这个样的另外 另外就是相同职业的另外一个 比如说Racketeer 他的技能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觉得Long World流时比较长 大家不可能是短时间通关 所以说可能你玩起来的话 基本上会比如说JB再玩一玩 然后可能下礼拜给你忙 然后下礼拜再玩 之间隔得太久的话 很有可能对造成我们对一些情况的一些 就是遗忘 所以说我个人建议是你的部队的技能尽量尽量保持一致 从而是防止出现突然是你换一个人 结果有一次技能变化 所以说导致打法变化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的话 很有可能出现死人 这样看一下 Scout第二级技能 第二技能我是选择了Holo技能 觉得Holo技能虽然说可能并不是用 就是直接作用力不是很大 但是在初期呢在Long War中的初期部队的命中率 实际上比原版中的命中率是偏低的 这个主要原因是我们Long War中的掩体变好了 就掩体它提供的防御要变高了 所以说它导致我们游戏初期新兵 就是新兵在跟外星人互射的情况下 比原版中的命中率时间还要偏低 所以说在初期有一个Holo技能还算是不错的 再加上Scout一般它尤其是有Lighting技能 基本上是第一个跑 所以说也算是可以发现点 发现敌人的话 第一时间对比较重要的敌人 其实是直接射击然后上Holo技能 觉得算是比较我是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做法 然后第三点学Low Profile技能 算是可以提升它的生存力吧 也算是毕竟Scout冲在前面 有些情况下你不能拿到很好掩体 这种情况下呢直接需要拿半掩体 但是这个技能可以提升自己的保姆力 然后下面学了是Buddle Scanner Scout呢我个人来讲 还是他既然他职业是Scout 他的作用就是去侦查 既然侦查的话Buddle Scanner还是非常重要的技能 而且这个技能呢是在Longward的Terra Mission 就是恐怖其击事这个任务中 也算是非常能救很多平民的命啊 我是非常建议 然后这边的Tech Surgeon技能 这个技能数是也是在Longward中最近 也是Scout技能是才进行的更改 Consumer也是我们在X-Con 2中也是新加入了一个特色 这个技能呢非常像原版我们的就是基因改造中的一个隐身屏幕 但是呢它是不能首先是不能跟Long Profit技能是叠加的 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就是实实在在的权业品才可以 另外呢是不能被Flung掉 假如被Flung掉 他的这个隐身效果会消失 可以说是有所削弱 但是呢我觉得也是非常 学了这个技能之后 我觉得Scout他的侦查能力会大大提高 我也是虽然像In the Zone K-Den Run啊 都是非常强烈的两个技能 但是相比之下 我更加偏向你去 就去侦查一些 因为Long World我觉得 Long World是在X-Con中 我觉得侦查呢是第一重要的 哎这样说到侦查 侦查除了 除了需要把自己隐藏起来 还需要什么 还需要的是移动力 Sprinter 基本上我的所有职业 只要是他有Sprinter的话 我基本都会学 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在X-Con中移动力 我觉得是首要的 真的是比什么都重要 你的移动力要是好的话 很很容易去Flung掉 或者说是在情况非常不好的情况下 可以去逃跑 觉得非常重要 大家是不信的话 可以可以去学学 真的是真的是很重要 最后呢 X-Con conditioning 有可能有些人会选择Sprinter 因为是人是可以增加 Budsman的一个Charge 然后有些情况下呢 是可以直接是带 就是把我们的Scout 完全变成一个 就是类似于是辅助性的职业 我个人觉得呢 这边首先是又可以提升一点的移动力 另外呢 是可以增加一些命中跟Build 而且它是可以对我们的Heavy Armor 是提升提升一些更多血量的保护吧 基本之下呢 Scout 由于是需要不停的跑 偶尔还是还是有些情况下 会被命中的 这种情况下 我给Scout 一般穿的都是一些重型装甲 这样是可以提升他很多的生存力 总之我的所有在狼狼中的Scout 都是这么一个技能搭配 以我的经验来讲呢 这个技能搭配我用起来是 不好意思啊 我的鼠标 以我的经验来讲 这个技能搭配是完全 完全非常非常合理的搭配 我是没有感觉上 就是从来没有预见过 我是 我后悔说是这个技能 我点错了 从来是没有穿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的 这样第二个Assault Assault也是游戏出击非常重要的角色 基本上我是也是在Long World中 唯一几个人是 也是技能术学习不一样的一些Assault 这边Assault 尤其是它比较特殊 我是准备让它变成我们在 整个最后一个主战役中的Volantir 所以说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这样我先说一下 我平常的我用的最多的Assault 也就是这边 是学的是 Close Combat Specialist Assault 这个技能也是在原来X-Con中 非常 我觉得就是Assault 非常它出色的一个技能 Assault就是直接跑到敌人脸前 然后散弹枪轰你脸 这个技能学完之后 基本上是只要是你四个以内有敌人 他们一点移动 都会自动收集 非常的非常给力 这样为了发挥 这个Close Combat技能的特色 我的技能这边选择了Gretion 虽然说是在 等于是Close Combat 它触发的情况下 应该算是一个React and Shot 是不能触发暴击的 但是它下等技能 Close Encounter 会直接是 这两技能是可以别加的 Close Encounter 跟Close Combat Specialist 我觉得搭配 也是很不错 都是四格以内 一个是在四格以内自动触发React and Shot 另外一个是跑进敌人 四格以内是可以自动收集一次 这个技能相比的 Rapid Fire跟Hit and Run 我觉得Assault Hit and Run 但我是原来在下一个版本中 我试过就是把他的武器 毕竟不是选择用散弹枪 而是选择用来服枪 因为毕竟这个技能 需要去flank一个敌人 一般flank的话 很有可能说 对远处间进行flank 这样散弹枪对远处 敌人又是造成效果不太好 所以我试过用来服枪到Salt 效果不是很理想 主要原因是散弹枪 在对离近敌人的射击的 就是命中加成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来服枪的加成没有那么高 有可能造成你跑到敌人很近的一个情况下 散弹枪是可以造成百分之百命中 但是来服枪的命中并不足一百 这种情况下实有发生 而且结果就是很有可能是 你用散弹枪把敌人打死 你用散弹枪把敌人打不死 所以说最后我选择的Salt 还是选择非常跟原来原版的S-Kong 比较像的一个Salt 就是拿着散弹枪冲的很靠近的位置 总之是这个情况 然后下面技能 由于是我们那Salt冲的比较靠近 所以说为了保命学了Resistance技能 不会被暴击 这边依然是Sprinter 由于是需要不停的去跑到敌人很近的位置 从而是跟敌人进行射击 Sprinter技能也算是可以更加好的 增加这么一个性质吧 另外配合上Sprinter加Close Encounter技能 我们的Salt可以做什么 并不是说一定要像 我之前说的就是跑到敌人的司马氛围之内 然后从而是去射击 我们可以做就是跑到敌人的司马内 打敌人一枪 用Close Encounter免费收的一次 然后再用Sprinter跑出 等于是跑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这种做法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Sprinter还是非常重要 这边最后一集 我也是比较犹豫 这三个技能都非常好 后来我决定是 首先Lightning技能 我们也要Scout了 所以说这个就是不用学了 然后Extra Condition技能 相比之下 它跟这边的Vital Point Targeting 提供了两点的伤害 还是非常多的 这两点伤害 其实我们要是可以想一想 首先是Close Encounter 可以是免费设计一次 这是免费的两点 我们要是自动设计一次 又是免费的两点 假如说触发了Close Combat技能 又是免费两点 所以说这个收益还是相比来下 我个人感觉上 比Extra Condition更高一些 这样也算是更加的平衡一些 就是又有进攻力 又有一些防御什么的 总之这是我的算是 我叫Close Combat Specialist 一个技能的Sprinter 这算是游戏初期 我用的比较多的一个Sprinter之一 然后好像是 好像大家都Fertige了 这边是我叫Dringer的一个Sprinter 这个Sprinter主要的作用 是我用来去在打Long War中的Exalt任务 Sprinter任务 一般我觉得比较流行的打法 应该是有两种 一种是用Assault 就是它有Run Gong 去跑敌人的一些通信装置 还有一种是用Scout Scout的隐身技能去跑 这两个人 我觉得Scout可能跑起来 初期会更加容易一些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假如说 我们一旦不走运 被敌人提前发现了 或者说是 总之是 就是 不理想的情况下 你是没有Run Gong技能 从而是给你去做Backup 一旦说 这个是我们的情况不理想 没有Run Gong技能 真的是等于是无解 但是用Assault 它是等于是有一个还是有解的 所以说 相比之下 我是选择了Sault技能 去做Exalt任务 这样为了Exalt 我这边是学了什么 首先 我是不建议用Costcom的Specialty技能 这个技能有一个坏处 就是当我们的 我们的Assault 一旦它的武器 是没有子弹的情况下 是没法机或Run Gong 所以说 有时候 我之前 在之前的版本中 我的Assault 学了Costcom的技能 就导致是 敌人的Exalt的支援 我把Costcom的技能 能处把我弹道打光了 结果是没法机或Run Gong 从而去跑到下一个通行装置 去 也是去 Disable敌人的武器系统 也算是一个教训 所以这边 我是选了SteadyFast 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 它是不会 等于是 就是没有 会跑降低 单样的一个缺点 另外最主要的原因 它是一般 可以是防止 大部分情况下 是防止我们的 等于是我们 这个特攻 它去Panning表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这边是学了 也是叫我们Ranger Ranger 主要是 因为它特攻的话 是本应该使用的武器 所以说手枪的话 这个技能 还是能非常好的搭配的 然后呢 选择了还是Close Encounter 毕竟是它需要 去不停的去跑 敌人的通信装置 敌人的援军呢 也是非常容易 去出境在通信装置 附近 所以说配合弹 这个技能 还是非常多的情况下 可以进行射击的 其他的像Ravit Fire 跟Hidden Run呢 我觉得Ravit Fire 实在是太浪费子弹了 相比这边的Flash 也是比较浪费子弹的 一个技能 游戏也是 Long War中 尤其是非常的 就是我们的子弹 一般情况下 武器是只有三发 所以这边是直接是打两发子弹 经常就很骯髒 但是子弹非常去啊 我没有选 这边Hidden Run 还是感觉上 发挥的情况不是很大 毕竟我们的特攻 还是要跑到敌人跟前了 Cuzing Counter 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 而且它是可以提供3点的VIL 是更加降低我们的 是Panic 然后等于是这边的技能 是没有变 防止防止被爆击 然后Sprinter 可以是跑得更远 最后这边 我是没有选择 等于是这个VPT技能 因为是毕竟它的主要作用 还是去当特攻 拿手枪去跑 敌人的通讯装置 这边呢 是可以增加它的生存能力 并且增加一些它的移动力 等于是 专门是为等于是Exault的任务 等于是发挥一些 发挥的作用吧 这是我的Exault 等于是两个 另外呢 基本上 我们看一下兵营 兵中我 是初期建议所有的职业 大概是 游戏Long World中 所有士兵都会进行疲劳 我个人建议在最少 也是要有4名士兵进行轮转 然后到游戏后期 我们的部队多起来之后 至少要选择有5名士兵进行轮转 最理想情况下呢 是有6名士兵 等于是其中有1名士兵呢 去进行 等于是作为替补 发生一些 等于是防止发生一些意外 但由于我目前呢 我的部队的大家等级都算是比较高了 并没有出现 并没有死多少人 所以说是不会 这5名士兵是完全轮转够用的 基本上是这名情况 像刚才我说的5名士兵 基本上我是选择用3个assault 直接给它们升级成 close combat special assault 另外2名assault 给它升级成 dringer的assault 从而是做exault特攻任务 基本上是这名情况 但是呢 我们看看这边 我是有7个assault 这多出两个assault 是哪里出来的 这两个assault呢 实际上呢 是等于是我为游戏 最后一个任务做准备的 也就是最后一个任务 是需要去进攻敌人的tempo ship 这个任务需要一个volunteer 但是提供它的一些 就是超能力 这个技能呢 我是选 我等于是这个职业 我是选择了assault 主要原因是我 我看到assault它的技能数 如有很多的 像这边status 可以加5点的免费的will 这边的 这个等级由于是 will to survive 跟aggression 我觉得虽然说 will to survive 可以增加3点的一些免费的HP 但我觉得在tempo ship中呢 我觉得这两个技能 guestion更好用一些 因为它可以增加 最多增加30的暴击 配合伞弹枪的高暴击 很有可能是造成 对敌人的暴击率 很有可能造成 高达100% 这样的话 等于是更加的 更加好用一些 这边的close encounter 也是3点 resistance 不用说是保命 然后Sprinter 最后的Astra Commission 也是14点的will 这样也是造成 我们这边的volunteer 它的will 从它技能数目中 获得的会是比较多 其实我个人感觉上 也是到了游戏后期 我是专门配出了一个 配出一个到两个吧 假如大家要是说有能力的话 就是再找一个替补的 两个 等于是 等稍微是为我们最后的timeship 等于是volunteer 做准备一个草 等于是这是我的一个做法 那其他职业呢 应该是 可能是我们的inventory 也会有一些 它技能数值 也是会有study fast 然后一些其他技能 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些view 但是呢 我觉得我的所有的inventory 技能都全部变成了officer 是没有这么多多余的能力的 所以最后呢 我是选择了assault 这样等于是这两个 两个职业技能数 然后这边刚刚有先不说 我先说inventory inventory也是跟assault比较像 我是选择了两种inventory 这个inventory呢 是我叫sintenal的一个inventory 也是它的最终 倒数第二个技能 也是sintenal 也是决定它的一个特色 主要就是不停的overwatch 这种inventory呢 我觉得在需要成型的话 比较晚 需要到这个倒数第二等级 才可以成型 所以说比较 但是呢 它的我个人感觉上 是所有职业中最好用的 像首先inventory 来自mab 就是可以开两回火 然后第二个技能 由于是需要不停的overwatch cover in fire 还是比较重要的 oportunity呢 也是原版中 应该是举手的技能吧 可以是 也就是overwatch的情况下 是不会受到一些命中的惩罚 而且是可以暴击 然后这边等级 我学了ranger 主要是这个inventory呢 我主要是还是 毕竟它就可以射击两次 在理想情况下 sintenal的inventory 是一局可以射击三次 也算是最大的提升 我的伤害输出 学的ranger技能 有些人觉得初期要说 比如说对floater 非常烦人的话 打不好 可以去选择这边的弹弹 这两个技能相差的不多 suppression技能 我不建议取悦 因为sintenal的话 主要作用还是去overwatch点 suppression的话 比较费弹量 基本上 你suppression是需要打两发弹量 然后敌人一顿的话 suppression触发 直接是三发弹量 这样已经是没有子弹了 非常的 我个人感觉是不太好用 总之这边呢 我是选择了进攻技能 然后这边lock and load 相比其他两个技能呢 我感觉上是非常重要 首先学问这个技能后 会增加我们弹容量 一发 另外呢 是可以是 学了这个技能是可以直接上弹 然后再进入overwatch 配合到下一集的sintenal 基本上是我们 我们的就是overwatch的inventure 是每局都是可以进行overwatch的 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最后呢 为了最大化伤害出处 我学了VPP技能 增加两点的伤害 这种inventure呢 我到游戏后期 爆击的话 基本上能爆20点 还是非常给力的 所以说 我觉得非常不错 当然相比之下 这种inventure 成型可以说比较晚 一般在游戏初期 我要是像我一样 在骑水国家 在加拿大的话 可以直接 应该是到Cover等级 也是我们第三级 然后在下半升级呢 我学了Ranger的 也是没有太好的 还是需要成 等于需要 它的核心技能 伤害还是在很靠后 不能成型 这种情况下 初期可能是 虽然说你的等级比较高 但是依然是没有 一些核心技能 所以说也发挥不了 太好的功效 这种情况下呢 我选择了 把我其中的 骑水应该是四名 Cover等级的士兵 我把两个人 变成了Sintenal 另外两个人 把他变成了 我所谓的叫Executioner 也是他的第二级技能 Executioner技能 这种Invention 可以是看出来很明显 所有的技能 全部走到的 最右边 也就是一个 进攻的一个路线 基本上 我们看中间 是算是一个防守路线 左边是 左边应该是一个 生存路线 这边可能是 Overwatch的一个路线 最右边是一个 进攻性路线 Executioner技能 对等于是 敌人半血以下 敌人增加 10年命中跟10年暴击 配上Aggression 基本上在游戏初期 打一些半血以下的敌人 基本上是 只要是命中了 这个敌人是B-S-V的 Adranger等于是 更加确保他上海输出 Executioner呢 也是算是比较 等于是 对一些拳击圈下的敌人 也是可以增加 10点的命中 算是可以是 有些情况下 就是我们 所有人都躲在圈击下 对射的情况下 可能是比较占优势 另外他也是可以增加 10点的 常驻的一个暴击 基本上加上 这边30的暴击 然后10的暴击 这边又是10的暴击 然后算上我们武器 武器的暴击 跟敌人 假如没有严你的话 这种情况下 Aggressioner是有 百分百暴击的 可以说是非常给力 最后B-Z-M-A 这边是 最变态的一个技能 也不能说 其实也不用说很变态 总之 他一旦发挥攻陷的话 我的Aggressioner 我记得最高 我报过30点的伤害 就是直接打一个被我的手雷的人 是把敌人眼底炸开后 直接是对着两个在 完全没有掩抵的敌人 直接是射击 基本上是打着就死了 可以说是非常暴力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 就是命中率并没有我们的 个人感觉是没有我们走 overwatch路线的音质要高一些 这个原因应该不是 他的一些技能数量增加了命中 而是因为他的平常射击情况下 敌人大部分都是在掩抵的 而我们在overwatch的 Infinition 有些情况下 敌人是没有掩抵的 直接是向我们冲过来 这种情况下 由于是我们有Opportunity 能再加上自己的命中 和加上我的武器的一些 比如说scope 基本上命中率可以高达8、90 还是非常容易击中点的 我只是证明的情况 最后这边的Ravit Fire 我个人不太建议学 因为Infinition他的技能 Lighting Map 是不太能跟Ravit Fire 比较好的搭得起来 可能有人想 我可以Ravit Fire 然后在Lighting Map 再打一下 等于是打两个Ravit Fire 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 因为这边它写的是 我们的标准手机 可以在这边 所以说我需要最大化商业数 正化Infinition 假如学着Ravit Fire 需要先用Lighting Map 先打一下普通手机 然后再用Ravit Fire 等于是再去打我的 等于是我有两个移动 一个蓝色移动 一个黄色移动 等于是这边 我把蓝色移动 用了Lighting Map打掉 然后再把黄色移动 用Ravit Fire打掉 需要这么打 这种情况下 假如说没有研究 子弹的容量的话 直接武器就已经没有弹掉了 因为这边我学的是 为了它最大化的双手数码 我学了Shop Shooter 但是即使你学了Lighting Map的话 依然是弹掉的很低 所以说我觉得不太好 这边还是学了 我学了B技能 算是两点长度的伤害 再加上这边是可以 每局可以开我两次 依然是你的增加伤害 至少是4点 还是不错的 像基本上我的Inventry 等于是有两种 一种是走Overwatch 步行的Sentinel 另外一种是等于是 纯跟敌人对射的Executioner 这两种Inventry我个人的配合 基本上是一共有 我是有5名Inventry 基本上是有3名Sentinel 然后2名Executioner 这2名Executioner 主要是在游戏出息的情况下 会比Sentinel感觉上要好用一些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样我知道这个视频非常长 但是我也是没有什么办法 毕竟我是等于是希望能在 Executioner 2出来之前 我算是希望能把我Executioner 也是可以做成一个 比较正式的完结 这个等于是我Elon World中的 定目搭配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 想说一说 这样还剩下几个游戏出击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在原版中Sniper跟Gunner Gunner可能就是Heavy Sniper还是原来的Sniper 在Long World中 Gunner我觉得在初期 比Sniper厉害 我们先说一下Gunner 这边 Gunner应该是 Gunner应该是我 我有一个选的是玩动神 是一个特殊的人 他那边没法改名 我们看是能不能找到 我的另外一个Gunner 他可能是在 他可能Fertige了 这边 我有两个Gunner 这边一个是Holo的Gunner 另外一个是学了Hit的Gunner 首先说这是Holo的Gunner HoloGunner 其实在游戏初期等 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 算是控场型的Gunner 首先他学的是 第一集学的是HoloTacking 然后学了ShredderArmor 这两个技能呢 是配合起来的话 是直接可以 等于是比较好 能可以打敌人控制住 因为是直接我们用Suppression 打敌人的话 敌人是肯定会中耗了 因为是不玩命不入重 然后中了ShredderArmor的话 这个技能可能发挥起来 会比较晚 但是也算比较重要 这个Gunner呢 我个人的情况下 是会在游戏的后期 后期情况下 会给他配成普通的 普通的机枪 应该是叫Saw吧 我们现在拿的是Saw 然后还有一种是LMG 等于是LMG呢 是移动后没法射击 但是它射程比较远 Saw呢是移动后可以射击 但是它射程比较近 而且单容量比较少 基本上这种Holo的Gunner 我是选择了 让它是拿Saw 然后是学这边的World to Survive 再演讲后 等于是对敌人进行控场 然后这边技能 一般情况下 我所有Gunner都学TabTab 因为它算是 我感觉上更加稳定性的技能 但是Rapid Fire 主要是为了游戏大后期 我们一旦是把Plasma科技 等于是游戏中最满级的科技研究说 我们Plasma的Saw技能 它的机枪是可以Steady Weapon的 Steady Weapon 对Rapid Fire 它的比较 Rapid Fire的技能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有学了HoloTank 打敌人 用Rapid Fire打敌人的话 这两次命中都是不会受到Holo技能的 等于是收益的 但假如说相反之下 我们要是Steady Weapon了 然后再打Rapid Fire 这两发都会受到Steady Weapon 20命中的一个加成 所以说也是比较有easy的一个技能 所以说这边也是学了Rapid Fire 也虽然是可以弥补一下它 相比之下 HoloGunner是没有我们 一般我之前学Hit Gunner 它的输出要高我感觉一下 这也是可以稍微弥补一下它的技能 就这边Danger Zone 然后配合上最后的Mayhem 等于是Surpression可以受到伤害 基本上这边的这四个技能 最右边的这四个技能等于是 左起来的话 HoloGunner会变成一个非常给力的控制 基本上它的作用就是 不停地对敌人进行 敌人哪多往哪去Surpression 这个不只是给敌人群体上Holo 而且还能上一个Shreder的一个技能 这样基本上是非常好的 可以把敌人是控制住 而且在我指的是 这边的Rabbit Fire 虽然说在游戏初期 我是不会 我不会造一些更多的掃 基本上造的全是LNG 这样等于是可以在远处 等于是不停地控制 敌人尤其是我射程是比别人高五格 敌人是打不到我 也是非常安全的 这是等于是初期控厂一个Gunner 这个Gunner 一般我的配合是直接是假如说 我部队用我的Commander或者说是我的Officer 出的要是Execution的话 因为它的进攻性比较强 所以我一般会出HoloGunner 也是跟它配合 这是我的所有Gunner 一共有五个Gunner 我是有三个带HitGunner 然后两个是带HoloGunner 我的这边用文章也是一个HoloGunner 其他三个Gunner是Hit 戴Hit HitGunner一边是跟Centernal Gunner的 也是Centernal的Inference配合的 也是一个偏向于防守另外一个偏向进攻 但是把游戏部队中的能力稍微的去综合一下 像HitGunner就是在游戏初期的话 是比HoloGunner要 表示在打机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 主要原因是这边的Flash技能 它的技能好像是造成的伤害可能会减半 但命中率是增加30% 配上这边的Hit ammo 打机械单位的话 游戏在初期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应该都有这个经验 就是游戏第一个月出来一些很烦人的种 然后直接飞到我们头顶 我们的武器打光了 然后换手枪 敌人有护甲 最后手枪也打光了 谁也打不死谁 有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这种情况下 我之前 我刚开始玩Long War的时候我也是无解 后来发现用Flash 然后直接去带HitGunner 直接去打敌人的话 这边假如再带上Ranger技能 是可以又增加一点伤害 基本上是 在初期运气好的话 直接一个Flash 再加上Hit 还有Ranger 是可以直接把 就是敌人的重数可以直接打死的 完全是不需要 然后再加上Ranger技能 就命中率很高 因为众一般会飞 飞的话 敌人是我们命中可能会减30% 但这样就是用Flash技能 可以把这个命中再补回来 加上自己的Hit 配合上我们RMG的高攻击力 是可以直接把敌人的重数秒下来的 而且是对付一些比如说残血的 像一些Cyberlist什么的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总之呢Flash这个技能 并不是完全没有用 配合上我们这种高攻击力武器 然后打技能单位 还是非常能确保 在想命中的时候 就是用Flash打电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这边的输出型技能 我是学了Double Tap 相比Rapify 我还是觉得Double Tap更稳定 因为它是相当于是有一回合的CD 然后相当于是每两回合 你可以攻击两下 这两下是不会受到像Rapify一样 有一个15的 就是命中的一个判断体是没有的 我个人来讲 这种更加稳定的输出来讲 我是更加喜欢一些 然后是Platform Stability 这技能是有一点不太好 是跟我们的Double Tap配合起来的话 只有第一发的攻击可以是受到加益 等于是受到加成 第二发是没有的 但是相比其他技能 Danger Zone 尤其是这种Gunner 是不太经常会射击 不太会进对境insuppression 所以说是发挥不到太大功效 Resistance 尤其是我的Gunner 大部分使用了LMG 基本上是没有 基本上是不会被打到 所以说是相比之下我选了这个技能 最后选了 主要技能 主要作用就是增加连载伤害 这种Hit 我这个Gunner的技能数 一旦是成功之后 打在后期打机械单位 基本上也是20到30的伤害不等 也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说在LMG中 我觉得最烦人的就是 假如说最烦人是 我们当没有Hit的情况下 出现技能单位 敌人的伤害精力又很高 所以说是非常烦人 基本上 根据情况吧 有些情况下 是一定要 基本大部分的战斗 至少要带一个Hit Gunner 或者是至少是带Hit 一个Rugteer 或者说是Engineer 总之反技能单位一定要有 要是没有的话 会非常的头疼 这样这是我们Gunner 基本上我觉得 尤其初期的四个核心职业 就是这四个核心职业 我基本上是每个战斗都要带的 然后呢 两个比较 我觉得相比 在相比我们的Engineer 跟我的Matic相比之下 我觉得比较 比他们俩更重要的是 Rugteer跟Sniper Sniper Sniper跟原版的Sniper 有点不太一样 他没有原版中Sniper 那么厉害的 所以说也是决定 我在初期练Sniper 并不是非常依赖于他们的一些技能 主要是还是跟原来一样 Engineer Zone的Sniper 成型太晚 这边呢 学了Long Wolf Long Wolf 基本上还是比较 比较偏向 比较适合Sniper的技能吧 然后Snapshot 也是配合Engineer Zone 非常重要的技能 然后基本上我的想法 就是直接是提升Sniper的攻击力 因为在Long Wolf中的Engineer Zone 也是进行了一些削弱 跟原版不一样 每次命中敌人的话 他的暴击力跟伤害 都会慢慢的降低 到了后期你的 殷测中敌人太多的话 很有可能造成只能打敌人 六七点伤害球 这种球还是受发生的 所以说为了能更长久的去殷测中敌人 这边的Ranger跟我们的VPT 两个技能 可以增加三点伤害 还是比较有重要 比较有必要性的 然后呢 学了Long and Go技能 这个技能也是 我觉得为了殷测中的一个持下去 也是比较重要 有这个技能可以直接是 你的选择性会比较多 可以直接是不停朝天射击 没有子弹了 就不停的音色重点 没有子弹了 上弹 然后再不停的音色重点 或者说是 等于是目前没有可以音色重的目标 但是你的子弹不满 可以直接上弹 然后再随便打一个敌人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呢 我是初期没有 在游戏初期可能会遇见 因为游戏初期的时候 我们的命中率不高嘛 就是你要是选择Long and Go上弹的话 实际上这个算是 你进行了一个回合的移动 会受到snapshot的一个 10点命中的一个惩罚 所以有时候 假如说你的命中 刚好是可以打敌人百分之百命中的话 那这种情况下 你要是特别想命中一点 就不要去Long and Go上弹 因为这样很有可能 一个上弹直接把你的命中 从100降到90 总而是有可能是miss这个设计啊 当然这个手机非常重要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好 总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也是基本上在游戏后期非常难的 战役的情况下 我基本上都会带snapshot的一个狙击手 但在游戏初期呢 snapshot游戏是狙击手成型太晚了 我也是5个狙击手中 我好像现在是练了6个 我是练了 在游戏初期的时候 我是练了3个snapshot狙击手 然后练了2个 叫disabling shot的一个狙击手 这两个狙击手呢 主要的作用是用来绑架用的 基本上就是disabling shot 可以直接是把敌人的武器失效给回合 这个情况下呢 可以配合上我们的安静静进行绑架 再加上游戏初期 假如说运气不好的话 遇见敌人的cyberdisk 或者说是遇见 比较就是敌人的一些小队长的 比如说mintown什么的 非常非常能打死 这种情况下呢 需要对敌人进行控场 有些情况下呢 像我们的Gunner 并不能 尤其是Gunner 他的 毕竟是拿的是 我的选择是拿到mg 有些情况下是 Gunner达不到的 就是suppression不住点 这种情况下 需要去 需要我们的举手 直接是利用scalcite的一个设整 直接是对DM的disabling 算是 等于是偏向于控场吧 相对来说 他的攻击就是没有那么高了 这边还是两个伤害技能 增加3点的5G伤害 毕竟是举手 就算他的没有音乐中技能 他的配合上后面 后面的double type 还是每局的输出 还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然后这边呢 我是比较纠结 他到了这2G呢 我一眼觉得了很弱 因为虽然说是没有了snash up技能 但是呢 你可以做什么 就是可以可以做成 你直接洛克能上弹 然后直接steady weapon 这样下局的时候 你的假如需要disable敌人的话 你是有一个20% steady weapon的一个加成的 也算是不错 再加上这边的洛克能 我可以是增加一点的带容量 我个人感觉上 洛克能这个技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比较适合拘手 相比之下呢 tackle sense相当于是 需要 需要敌人在视野范围内 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已经非常危险了 拘手本身写的少 在敌人视野范围内 我觉得就算有这个20个命中 20个防御 一旦减人命中我们 基本上就是 不是残就是死 所以说比较危险 这边brand mount呢 虽然说是增加了 暴击情况下 是增加留点伤害 但是我的拘手 基本上全是在 Scullside的情况下 Scullside的情况下 的拘手命中率是 暴击率是减20% 基本上 暴击率算是比较低吧 所以这边的brand mount呢 发挥的情况下 没有像我们的assault那么高 所以说基本上我是没有能选 这么一个技能 但基本上是我的拘手 也是有两种 然后就没有更多了 Racketeer呢 我为了简单化 我只选到了一种 也就是我叫最后一个技能 javelin racket的一个Racketeer 基本上还是老样子 有只要是部队中 他能学到一些hit warhead 或者是heating ammo的话 我基本都会学 因为在Long Kong中的 尤其在初期 我们的机械单位 还是比较比较难对付的 这边要是学了hit warhead的话 假如初期比较烦人的 比如说飞了一组seeker 这种情况下 假如说非常 你的部队完全是没有绝了 就直接是留着Racketeer 不要让他动 发现你打不下敌人来 这个时候下 你直接一个 就不管是用shrider racket 还是用普通的racket 应该都是能打掉的 因为heating ammo 是可以增加50%伤害了 然后第三次技能 比较 我一般Racketeer 它最左边路线 应该是一个走overwatch路线 我个人感觉Racketeer 它的作用呢 不是overwatch 我所以说就没有学 这边呢 fire in the hole 是可以是你 假如说原地 站桩不动的话 可以增加一个10点的额外的 就是对我们发射火箭炮 有作用的一个命中 这边的snash shot 相当于是你移动后的火箭炮 偏弦是没有那么高 我个人都这两斤 我都尝试过 在上一个版本中 snash shot我觉得 就算是它的偏弦有所降低 但是并没有原来降 就是没有降低的那么严重 还是会造成一个比较严重的偏弦 就是我觉得不是很好 一般我用Racketeer它的做法 基本算是比较单一吧 就让它在处在我们部队的中间的一个位置 然后前方呢 基本上是 比如说是啊 现在可能有点 就是逻辑性可能有点 不是很好啊 总是先说一下我们部队站位吧 首先是前方最前方是scout 然后紧随在scout后面呢是我们的sout 然后还有instagram 然后在后面呢是Racketeer Engineer 跟我们的Matic 最后面是Gunner 然后sniper 很有可能就直接是在很远的地方 或者是在一个高地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像游戏Long War中 我们人本身是原来是 原版的Engineer应该是六个人 然后现在是变成了八个人 这样有可能造成我们 因为是地图没有变吧 我们人要是变多的话 很有可能造成 你没有很好的眼 你可以拿 很有可能是有些 一般比较只有六个人的情况下 基本上大部分情况下 能让所有人都在一些圈里下 在八个人的情况下 我发现有些情况下呢 假如大家都是一些 比较靠前的一些职业的话 很有可能造成你的掩体 就是都没法 全掩体都拿光了 只能拿半掩体 或者说是有可能造成你的部队扎堆 很有可能被敌人的手里扎掉什么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的选择就是尽量让部队的射程 或者它的站位分开 在前方一般是两个人 中间的一般是Infinite 然后Rocket 然后Engineer跟我们的Matic根据情况 一般情况下呢 我会让Matic跟我们的Infinite 可能会站在同样一个位置 Engineer呢 由于它基本上 技能呢 是并不需要太多的射击 我可能会让Engineer直接是 跑 保持在敌人的视野范围外 或者说是直接是利用一些圈 把视野挡住 然后从而是扔手雷去炸人家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Rugtear基本上还是保持在敌人的射程以外 这是最好的一个情况 在保持在射程以外 然后利用我们的就是不停的Static Weapon 这算是我一个打法吧 可能是我的一个部队的一个站位吧 算是好题提一下 这样这个Fairing后 后面还会提到 然后这边技能 我学了Shreder Ammo 因为Longward中呢 跟圆满是有点变化 敌人呢 敌人的部队会出现一些类似于小BOSS一样的东西 或者是一样的敌人吧 他们的血量比普通人要多 然后体型比普通的敌人要大 技能呢也比普通人多 而且呢是非常的烦人 所以基本上遇见这种BOSS的情况下 我会第一时间选择上Shreder Ammo 这个Shreder Ammo有两种方法可以上 一种是Rugtear 比较简单 直接一发轰轰轰 而且敌人的基本上所有部队就全部中了 这个Debuff也不想 或者说呢 是有之前我是带Holo Gunner的时候 直接是利用Danger Zone的Suppression 可以是给敌人一些关键部队 等于是上去技能 这两个这两个职业呢 一般是我要是带了Rugtear的话 我可能就不会带Holo Gunner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是看情况吧 然后Mayhem还是比较简单 直接是所有的Rugget伤害增加两点 然后呢这边呢是可以增加 不合外的一发免费的火焰炮 最后学了Dangerine Racket 这个Dangerine Racket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射程 这个射程基本上是在游戏 敌人的视野范围应该是17格 我们要是在没有学这个技能的情况下 只要是在敌人视野范围外 然后City Weapon的话 直接一个等于是 应该是一个火焰炮 应该是能打到敌人的 学了这个技能呢 应该可能射程会提升到大概25到35度 我是不太清楚 总之学这个技能后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Ruggeteer 站在跟Gunner就是附近的位置 从而是它的射程应该是可以够到敌人的 也算是更加让它更加安全一些吧 而相比之下呢 这个技能在游戏的大后期 大后期我们一定要研究出 研究出这边的Blaster Launcher之后 由于是Blaster Launcher是不会偏斜的 并不像是我们游戏中一些普通的火焰炮它会偏斜 这个技能呢 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Blaster Launcher 它的最远射程 在学了Fairman后 然后学了Jablin Rocket 再加上State Web之后 我的Ruggeteer它的射程是可以直接高达两个屏幕 可以说是非常远 而且是可以拐弯的 基本上你站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战略要点 甚至是可以藏那堵墙后 然后直接是可以对墙后边的敌人 是进行一些比较精确的打击 还是非常给力的 总之这是我所有Ruggeteer的一个 总之是它的一个技能术 这样说完了等于是目前我们看到这六个人 这一点是我所有的在Ruggeteer中的 等于是初期 初期office 之后还没有升级部队容量 情况下的一个搭配 在升级部队容量之后 我一般选择会带进来新的是Engineer 主要是在Luggeteer中的我们的绑架 会比原版中要更难一些 Luggeteer中绑架最高成功率大概是 这边有写吗 这边没有写应该是在52% 我记不太清了 总之是没有研究Foundry的科技 之前应该好像满的话应该是52 演断之后可能会只升到57% 非常的难绑架 再加上ArmsRower在没有Engineer技能的话 它一次只能是一个战斗 只能是一下 而且它重量是2 非常影响我们的移动力 总之是非常的绑架 变很难 所以基本上在游戏 我的Foundry Foundry School Foundry School 研究完科技之后 我会加进来新兵的Engineer 新兵Engineer也算是比较好升级吧 它主要一个好升级原因是 基本上我所有的Engineer 它的技能也是比较简单 没有一些变化 第一级学Sapper 可以是增加我们的 应该是一点额外伤害 而且是对掩体的话 会非常好推回敌人掩体 基本上在游戏初一 总之是带进来Engineer之后 直接是敌人有掩体 直接是把敌人掩体 炸掉 然后我们的部队 等于对敌人进行射击 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是 只要是扔手雷了 就可以把敌人杀死了 这样基本上 我游戏初期Engineer 游戏有两个 基本上全部带的 都是 都等于是带两个手雷 你可能带两个A7 就是 High Explosive 在这边 你可能是带两组手雷 我这边可以带三个 是因为我学了 应该是Packmaster 要是只有冠军第二的话 应该是可以带两发的 那直接是每局带四个手雷 只要是炸敌人眼底 应该还算是会整个战斗会变得不少 然后这边还是学了Head Warhead 主要是Engineer 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注意 总之在Long War中 Engineer他的命中率是比较糟糕的 在游戏初期 一般我会让Engineer拿散弹枪 因为散弹枪 只要是离着敌人很近的情况下 应该还是能把敌人等于是 对他命中 会受到距离加征会比较高 从而是让我的本身命中率会变得更高些 要是拿一些普通的来副枪的话 打敌人的话 应该会比 总之命中率会比较糟糕 基本上我的想法就是 直接利用掩体 掩体的一些 大部分是全体一些视野的阻挡 实际是要让Engineer 站到敌人看不见的位置 然后等于是扔抛线 整个是把敌人给炸掉 然后炸的差不多了 或者说是没有更好的目标了 直接是利用 拿着散弹枪冲到前面 跟敌人进行设计 总之是我的命中打法 然后呢 学的是repair技能 基本上所有Engineer 我是建议大家都要学这个技能 因为之前提过 AXROR正常情况下只能使一次 而且他命中率只有 然后就算敌人还剩一滴血 应该是52% 然后是48% 42% 总之 就是敌人剩一滴血 两滴血三滴血 两滴血 总之绑架变得很难了 不学这个技能的话 你一场战一中 你只有一次绑架机会 实在是不太好用 而且是AXROR也是变得比较沉 所以说一般我会学这边的repair技能 然后Mayhem技能呢 基本算是增加手雷伤害吧 因为我个人感觉Engineer 由于他命中比较低 你既然打不着敌人 那你就直接是朝敌人扔各种各样的东西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Packmaster也是提到 你既然打不了敌人的话 你就扔朝敌人扔东西呗 Packmaster只要是你的物品栏中 包括之前提到的repair都是可以 不是是AXROR都是可以说加成的 所以repair应该是增加两点的使用次数 然后Packmaster也是再增加AXROR一点 再加原来一点 所以说现在的AXROR是可以一共14次 绑架的几率呢相当于是大幅度提升了 最后呢学了Bombard 嗯 我是这两个技能说实话是没有怎么学过 因为我觉得Engineer到了游戏初期 游戏敌人比较攻击力并不是很高吧 可以稍微扛下 到游戏后期游戏敌人攻击力比较高 再加上我的护甲呢 给Engineer在游戏后期我使的护甲 会是比较偏向于机动性 或者说是防御性的吧 并不是坦克力度很强 随到游戏的后期随着我等移的上升 我会把Engineer他的 他在部队中的位置慢慢地从前线移动到后线 利用王伴这个技能 应该是可以增加50%的射程吧 总之是可以是朝敌人士不停地扔东西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最后是当我们的部队的最后 第8名的小队成员买完之后 我会慢慢地把部队中加上Magic 这个可能是有人觉得比较危险 因为整个部队中在游戏初期 其实是没有 部队中是没有Magic 这个一般情况下 我是觉得Magic主要是偏向于他的技能术 他的技能术左边是一个偏向于去 就是Oral Watch 中间跟右边可能就是还是偏向于去保 救命一些技能 我个人觉得Long War中 敌人的我们部队虽然说是数量提高了 但是敌人的数量变得更高了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呢 去是走纯粹的去比较被动路线 觉得我是觉得不太好 但是也并不是完全没有 在游戏初期我们还没有买到第8%的情况下 一般我会把一些保密的像是 就是Maticate 还有Smoke Grenade 一般会给扔在我们的拘手 或者说是Gunner身上 这两个职业呢 他们会离 离着部队会比的是靠后方 但又不会说离着部队特别远 基本上比如说Gunner拿着Smoke 前方部队发现扛不住了 比较危险的话直接是扔一个 Sniper呢假如说是拿着Maticate 发现前方撑不住了 直接是跑到前面给敌人 给我们部队是进行一下爆炸上的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就说Matic呢我个人感觉还是初期 要是走的太太偏要于防御的话 一个是会把战斗时间没有必要的脱长 我觉得是不太好 这样说一下Matic技能 Matic技能呢相比之下 我这边学了Suppression 因为我的Suppression应该算是比较 可以比较明显吧 我所有的会Suppression的技能是只有Gunner Gunner呢 我的配置全部是LMG 有于是LMG移动后不能收集 所以有些情况下呢 敌人站位非常好的话 我是没法把他们控制住的 这个情况下呢 其他可以Suppression应该是 应该是有Racketeer Infantry跟Matic 我个人感觉Racketeer还是在游戏 跟站在跟Gunner附近的位置吧 这样直接是远距离一番火炮 Infantry呢它的进攻能力更好 而且我不想把它的进攻能力 总是是损失 从而去控制点 这样唯一生命的答案 就是我们的Matic 直接而且它的Suppression 也是可以在第二季就可以学到 也算是非常简单化 这样呢 一旦我们买到第八门小队 部队的宣传式控场 也会直接提高很多 之后呢 我的Matic 也是我说Matic 都是这么一个Build 也算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Smoke Mirror 然后Smoke Grenade 基本上是这边是可以增加 我们所有的Support Grenade 就是支援手雷的所有一点 就可以多使一次 这边的Smoke Grenade 相当是可以扔一个 这个技能 它以楼上上面的Smoke Mirror 是每回合可以充两个 再加上最后满级的Packmaster 是每次战斗可以充三个 下面这个技能呢 这边是我们的Tech Surgeon 他学的 我这回学的是Combat Drag 之前呢 学的是Den Smoke 基本上这两个技能 就是假如说你 基本上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你扔了Den Smoke的话 敌人是基本上是打不到你的 前提是你给他演你一下 然后你扔了Combat Drag的话 基本上敌人呢 有可能打到你 但是机率会很低 但是呢 你会增加一个20的View 跟暴击的一个加成 而且呢它会 这个跟原来可能是不太一样 我之所以现在这个版本中 我学了Combat Drag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 是它的 就是手雷的 Combat Drag手雷的 它的就是范围 有效范围 可能会比我们Den Smoke 会要更高一些 基本上我是选择了这么个技能 我之前遇见过什么情况 就是在Long World中 我不太清楚是原来版本中的AI的 有问题 还是说 还是说就是这么设计的 我一旦在游戏后期扔了Den Smoke的话 敌人一定会抄我扔手雷 就是非常 感觉上这是一个 就是百分百触发的情况下 但是现在我学了Combat Drag的话 敌人是有可能 所以插我手机 或者是扔手雷 或者说是就跑开了 总之是情况有所改变 所以目前感觉上 我觉得我是更喜欢Combat Drag一些 再加上游戏到了后期 我的Matic有一次会选择 它的超能力 我会选择这边Mind Merge一个技能 这个技能是可以是对 等于是目标呢 和增加20%的暴击 这样配合上我们的 应该是Smoke Grenade这个技能 你要是直接等于是用蓝色行动的话 是可以扔一个手的 然后还可以进行另外一个其他行动 基本上你要是想对敌人最大化商业数据的话 可以选择的是扔一个在Combat Drag的一个烟雾手雷 这样是用掉你的蓝色行动 然后再用你的黄色行动 等于是Mind Merge一个友军 等于在基本上 我Mind Merge就是在Mind Merge我的Infinity 然后直接是利用这个20%应该是Combat Drag的暴击 然后Mind Merge25%的暴击 再加上Infinity自己的暴击 基本上就可以造成100%的暴击 从而是对敌进行一个最大化的商业数据吧 就是我个人感觉上这两个技能我的选择 宝贝还是老样子 有些情况下 在游戏后期 我的Mind Merge并不只是扔一些像是防征道具 到了游戏后期 我会由于是一旦学了宝贝之后 我的一些投资物品会进行更改 进行到游戏后期 游戏初期我的投资物品 是普通的Flash Bomb 然后是Smoke 基本上是这两种 然后到游戏 到游戏后期研究出来一些 我不太清楚这边有没有 这样我们看一下 随着你的研究 基本上是可以 这边的CAMBERN 也是SIMMAN SIMMAN的毒气手雷 一般是我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来打Berserker的 基本上Berserker可能是7月份初吧 还是8月份有7月份 总之是在CAMBERN 可能在游戏初期就有的 基本上是尽量保证 在Berserker出现之前 把这个手雷严重好 然后给我们的Matic戴上 或者说是初期 要是Matic不太很 等级太低 带不上战场的话 直接是可以选择给我们的安身性戴上 总之呢这个技能 我这么一个组合 在它一旦成功之后 它的所有的配合上 Smoke Mirror技能 它的可以用的手雷还是数量非常多的 基本上可以看 可以扔三个 毒气轴雷 然后扔三个 这边的Shybernate 实际上是我的Flashband的一个升级版 最后呢 根据情况 一般我的ShadowDevice 在游戏初期 我会给Matic戴上 在了游戏后期呢 我会 我会把我其他部队的成员 变成一个 其实是成功的水平 从上让它戴 因为ShadowDevice 也是在 让我容 应该是在15吧 Beta15版本 应该是一个削弱 它是每一份 受到Packmaster技能的一个加成了 所以说 你给它带呢 相当于是浪费 浪费技能 还不如带 比如说带一个Mint Beacon 可以是从而是偷袭地人 或者说呢 是假如说战斗非常的 非常长 非常难的话 像是一些主权战务 你直接带一些Matic 像基本上一个 Matic 是可以带三个Matic 不对 是Matic 然后自己的技能 这边的FillMatic 可以免费使一次 然后Packmaster 可以再给这边加S 应该是可以15个Matic 5个Matic 然后再加上3个CAM 然后3个Sni-Granet 应该是 总之它可以进行的辅助速 应该是非常多 然后再提上它自己技能的 就是Smoke-Granet 应该也是3个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 总之Matic 成型后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最后呢 说一下我们的两个Mac 这两个Mac 尤其是我成型Mac成型比较晚 现在我应该是 已经到了游戏后期 应该是没有 没有过多的时间 跟资金去补我的第二个Archer了 这个Archer 我基本上只是留着 去打一些主权战役什么的 相比之下 我个人感觉Archer的优先度 要比我这边的Glass要低 这样看一下Glass技能术 这边呢 我个人目前来讲 Glass的第一级的技能 我有点 我还是有点不太不太确定啊 我肯定不会学Flash 因为它比较费子弹 我总之是 总之我用的不太好 总之我是不学 然后这两个技能 Reactive Target Sensor 是相当于是敌人 只要是打我们 不管是命中还是不命中 我们都会反第一次 听上去不错 而且是可以增加两点的命中跟View 但是呢 Glass 由于是攻击的命中率比较低 这个招 这招实际上 打中敌人的机会不是很多 但是呢 又是比 我感觉上他的Glass 毕竟是 只能是在前面去弹劾敌人 我感觉上是比 其他的Stayfest可能会好用 但是在后期呢 我之前打过一个战役 我发现 我和Glass可以弹劾敌人 但有时候 有些情况下呢 会直接攀掉 当然我是不太清楚 是我的运气不太好 还是说是因为没有学Stayfest 这个技能啊 总之呢 是需要 我还是需要去进行考证一下吧 总之这两个技能 目前我是比较纠结 但是我的目前来讲 我所有的Glass 都学了这边的RMT 算是 总之目前啊 感觉上 除了有可能判定掉以外 我比较后悔 其他的东西都比较不错 然后呢 这边学到Covering Fire 主要的原因呢 是跟后边的Costcombat Saturday技能 这两个技能去配合 剧情商之后再说 这边学了 基本上是为了弹劾敌人吧 都是一些可以增加生存力的 首先是Repair Service 这个呢 我觉得是整个MAC技能树中最重要的一个 它也是可以缓慢的进行回血 效果absorbent Armor 也算是可以给我们这一旦是 进入了Costcombat技能吧 只要是进入这个范围内 这个技能是一定会发挥的 非常的坦克 配合上我们的Damage Control 跟后边的我们等式Glass 自己学的Absorption Fuel 基本上 可以是吸收六七点的伤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总之是 比较它坦克的一些核心技能吧 这样这边的Costcombat技能 跟我们的Covering Fire技能 这两个技能比较有意思 Costcombat技能呢 它是 等于是敌人移动的话 它会自动朝天使开火 这边呢 配合上Covering Fire 可能是 原版中 假如说大家要是开了随机技能数吧 假如说这两个技能触发到一块的话 其实上应该是已经可以发现了 只不过是在Longward中 我们是在Glass这两技能 是直接组合在一块了吧 总之是造成效果就是 只要你跑到敌人四格范围内 不管敌人是打你 还是逃跑 你都会触发Costcombat技能 可能是Costcombat技能 它的这个技能的一个性质吧 可能就是触发一个只有四格范围内的一个Overwatch吧 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所以说比较有意思 这样配合上Covering Fire呢 基本就是 我觉得这个Glass玩起来 就是在 假如说在我们占优势情况下 真的是非常好玩 就是你直接拿着它冲到敌人跟前 然后Overwatch 敌人就拿你没辙了 敌人是跑吧 中close combat 然后打你吧 他还是中close combat 远处敌人打你呢 他还会中reactive target sensor 非常非常有意思 当然比较 比较澄清起来比较晚吧 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它的攻击力不怎么样 所以说我是为什么选择到了游戏后期 给这么一个Glass 因为在游戏初期 我可能坦克的话 可能用我们的Salt 或者说是Scot 这两个职业 我可能会给它能夹比较高一些 当然到了游戏后期呢 出现一些攻击力非常高的人 基本上是这两个职业一旦是被打到了 就可能就直接受伤了 或者是就是或者是基因啊什么的 总之是到游戏后期吧 需要一个能更加坦克力的职业 是这么一个情况 最后呢 我选择了一个Archer 主要原因是 毕竟现在是8名小队 这是一般情况下 到了游戏的后期一些比较 关键的像是目前这个 我们做的是基地突袭 还有外星基地突袭 都是可以带10名部队的 然后最后的Tampleship突袭 应该是可以带12名部队 这多出来两名部队呢 一般大型战役多出来两名部队 我都会带上一些机械弹 因为是毕竟部队太多的话 掩体等也更少了 所以说带一些机械弹的明昏塔掩体 再加上Glass 跟我们的 在蓝蓝蓝中所有Mac 都是可以使用 可以使用MANFO 这么一个技能的 可以使用变成一个掩体 当然说到MANFO 我是再再回来提一下Glass 也是需要注意一下 根据个人习惯吧 假如说 你要是非常喜欢 拿我们的MAC当掩体的话 Glass 就不要再学这边 这个Reactive Tarky Sensor技能了 因为学了这个技能后 你去换 变成MANFO 然后别人打它的话 它会由于这个技能触发 从事撤离掩体状态 很有可能道成 我们部队要是拿它当掩体的话 这个人我们的部队 就相当于是没有掩体了 非常危险 这样人士根据情况 你要是非常想拿Glass 也当掩体的话 可以选择Steady Fuzz技能 从而是更加增加它的稳定性 可能还击能力会稍微弱一点 总之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 Archer还是可以利用MANFO技能 从而是变成一个掩体 这个Archer 也算是 我是学了一个纯进攻型的路线 首先它的比较核心的两个技能 一个是Bombard 还有一个是Gernadeer 这两个技能 加一块 应该是Bombard 应该是增加50%的射程 然后Gernadeer 应该是可以增加20%的射程 这两个技能组合在一块 是可以造成 我们的Archer 直接可以在敌人的视野范围外 也就是17根一半 可以直接向敌人的投掷 我这边选择的 投掷的是Post-Sentiman 并没有选择普通的Gernade 因为Gernade Launcher 好像是只能炸敌人六七点的血吧 然后这边要是学了Post-Sentiman 的话呢 应该是能炸敌十几点的血 配合上这边的Hit Warhide 打机械单位还是非常给力的 而且是我们要是扔地雷的话 是可以提前对敌人进行一个埋伏 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在Downward 应该是在目前那个15 Beta15的版本中 也算是有所更改 原来版本中是 你可以提前把地雷扔到敌人脚架 敌人不会被激活 在这个版本中呢 是你要是把敌人 总之是地雷扔到敌人脚架 就是会炸到敌人的位置 这个敌人 这组敌人会被激活 所以说这回你扔地雷的时候要 等于是要 需要估摸好敌人的前进方向 然后再把地雷扔到敌人前进方向为止 或者说呢 像我之前我的Matic 他可能会带Mini Beacon 直接是朝着敌人脚架扔 用Mini Beacon 把敌人给引过来吧 这是值得注意点 其他的技能 Danger Zone 相对是增加它的爆炸范围 可以是提升它的伤害输出吧 Puckmaster 呢 增加我们的等于是地雷的一个充值 Sover 可以增加地雷一点伤害 Matham 可以增加地雷两点伤害 基本上这些技能加一块 好像我没有提凑 好像在游戏中写的是 总是技能描写啊 好像是造成13点伤害 应该是这么一个没有错 最后的Grandir 应该也是可以增加地雷一点的一个充能 应该是一个 这个5到后期呢 直接是选择 这个Mac的装甲 基本上是有两个路线 一种是走防路线 一种是走敏捷路线 基本上Glass 我们直接是造这边 Mac 4的一个防路线装甲 然后Archer呢 我造的是Mac 7的一个敏捷路线装甲 基本这两个装甲呢 它还有一个等于是相同 就是科技等级的一个翻版 另外那两个版本呢 这两个装甲应该是可以洗吧 可能是可能没有洗啊 总是这两个版本装甲 是更加平衡性的一个版本 另外两个呢 是更加的注重坦克跟它的敏捷性 但是呢相应的我的移动力 跟防务力可能会受到降低 总之是这两个更加平衡 另外呢两个特色是这两个装甲 都是有三个的就是second weapon的一个槽可以是使用的 这边也是也是可以带三个 这样是带三个的话 武器我们是没有没有必要 尤其是我Mac程度比较晚 所以这边我只造了六杠 没有一些其他的选择 这样直接我带三个敏捷 好 Mac的小物品 我不太清楚该带什么 总之我的想法呢是带Tacto Sensor 这个技能相当于是我们等于是有Tacto Sense 相当于是我们的Scout技能 由于Mac是没法拿掩体 所以说配合上这个技能 当敌人比较多的情况下 它是加一个敌人加5 最多是4个敌人 跟我们加20 配合上自己的自己的防御 然后呢我还会带一个battleconcluder 增加到24 最后一个呢我带的是clamering 我不太清楚这是在long war中 敌人的有一次技能比较变态还是什么 总之我的Mac也是被常常被暴击 被暴击的Mac还是非常的疼的 所以说这边呢需要带一个clamering 是防止被暴击 但基本上这个Archer 可以看一下防御力不是 不是防御力 我指的是他的生存能力 并不是非常好 所以说基本上使Archer 总之是我使这个Archer的时候 我基本上的想法还是利用 利用一些全元体的一些视野之说党 什么的 直接让他保持在敌人的视野外 或者说是直接是保持保持在 没有没有没有视野可以 没有眼睛可以遮挡的话 直接是保持在敌人的射程外 总之是利用这么一个情况 另外呢也是稍微有一点小小的 一个小技巧吧 我是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啊 One4这个技能呢 当你就直接是变成全体情况下呢 是可以再增加一点的伤害减免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Archer 甭关你做什么 只要是一般Archer的做法 就是直接去扔地雷嘛 总之是在你扔地雷之前呢 一定要先激活Onefall 然后再去扔地雷 因为这个你扔地雷 这个动作是不会破坏Onefall这个状态的 所以基本上就算你扔了地雷 后来敌人打到你 你还会少受到眼伤害 这也是比较比较重要的 但是相对来说 这边的Glass呢 应该就是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不过有些情况下还是 尽量是能激活Onefall的话 还是有机会的 就算你可能会 你可能会去 会Overwatch什么的 还是要机会 因为有可能是敌人先打到你 总之是这么一个情况 像这边的Glass技能 基本上它的小物品是没有变 基本上还是Teku Sensor 然后Kuramu之类的 但基本上可以看 尤其是这边的Glass 它的本身装甲加的防力 是比我们那边Archer要低 基本上大部分情况下 再加上它Glass 就是站在部队靠前方位置 它会成为敌人首要攻击预标 还是这么精了 然后它的一些Secondary Weapon 基本上我选择了三个一二一个 首先是这边的Kinect Strike 算是比较比较经验的一个MAC技能吧 然后这边的Flame Plural 跟这边的Electron Pulse 一个是对敌人造成球异伤 而且是可以对敌人进行恐慌 比较好的目标呢是 比如说Crysalid 然后Muton 和Floater 或者说是Heavy Floater 总之这些 我说的这些目标呢 被打中后 Panning几率会比较高 剩下像Muton Lead 可能也会Panning 但是它的几率比Muton低一些 但是依然会比较高 然后像 可能是Ethereal这种 这种比较高 就是VIL比较高的单位 可能就不再会Panning 总之现在Beta15版本中 Flame Plural它的Panning几率 是随机的 并不像原来 应该我记得是十四之前 Flame Plural研究完Foundry的计划之后 应该是好像已经会百分百Panning几 总之是有所虽弱 但是应该是很强 最后这边技能呢 现在是直接发射一个EMP 直接是把三回复裤 把敌人的机械单位 直接Defable一轮 大部分情况下 Glass会冲到前方 有可能会 尤其是我们移动不设非常好 有可能是冲到 敌人机械单位是跟前 但大部分情况下呢 还是可以去把电械单位进行一个 一个优越控制 基本上呢 这就是我Glass它的技能数 跟一些装备搭配 然后还有Marcher 这样我知道这个时间也非常长了 但是呢 我不好意思啊 我是要说完 这样基本上大家的所有的技能什么的都说完了 我现在开始说装备 还是先从这六名最核心的装备 核心的士兵开始吧 首先是Scout Scout基本上我们游戏中的装甲也是比较多 像游戏初期呢 一般会可能会有能造出来的 是这个 Phalanx Armor 算是一个中心装甲 但是游戏最初期我们能造的装甲应该就是这个 所以说一般初期呢 我会造三个这个Phalanx 给我们的Scout 然后呢 给Salt 还有给Infinery 适合的人呢 就是直接是穿我们游戏中一开始免费的Icon 给他们 然后在游戏中 再次升级 应该是会升级到Carpus 这边升到Carpus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我目前我这边只有一个 一般的情况下呢 是我建议是给Carpus 尤其是它只有 它算是写更高了 但是引动率变低了吧 我一般呢 会选择让我们冲在前方呢 像Scout Salt 然后有Infinery 等于是把他们三个人的装甲等于是升级 从Phalanx 升级成Carpus 然后剩下人呢 部队是直接是变成 穿到我们本身 之前三个人等于是他们用剩下的装甲 剩下的Sniper跟Gunner 游戏初期应该是跟Carpus 相同科技的一个情况下 他应该是能学到 应该是班式吧 好像是班式啊 不是班式就是这个 COSAR应该不是吧 这应该不知道 这应该是这个班式装甲的一个升级的呢 总之是 应该是班式 等于是Gunner跟Sniper 这两个部队 尤其是大部分情况下 会保持在敌人的视野上的领域 我会给他们俩升级装备这两个装甲 这两个装甲呢 相当于是防御力 总之生命值很低啊 但是它提供的移动力跟 还有一个勾爪效果 还是比较不错 基本上是Gunner 在Long War中 是RMG的Gunner呢 算是 只要是能在 在Skull Size的情况下 在高手是可以获得 非常长的 就不是5点的一个伤害 射程会加成的 应该是可能会加15 甚至是25的一个加成 总之是非常远 所以尽量呢 是拿勾爪给他们勾到高处 那这样是装甲 然后基本上是 就是相同的一个路线吧 总之是让我们在部队前方 非常容易受伤的 这些这些士兵 再升级呢 应该是从我们的 Carpus 可能会升级到这边 点是这边 这些士兵变成的重性软 那它会提高7点升级 然后两点的移动 基本上是把 还是把前面 像我们 我们这边学了 像Hashor Condition 直接是给 Scout 然后给我们的 Assault装甲 其他人可能还是 穿一些其他装甲 然后总之是 总之慢慢升级吧 基本上是一些 带勾爪装甲的 给我们的远程部队 然后一些重性 提高升级值装甲 给前面部队 剩的部队呢 大部分给他们 让他们穿剩的装甲 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这边情况 到了游戏最后期 最后期呢 我这边还没有升满 但是我个人感觉 我的资金可能是 可能是够用啊 但是我可能是 不太想用啊 因为这边呢 我们学的 Longward中的飞行装甲 有两个 一个是原版中的 Archangel 然后还有一个这边的 Serif 我不太清楚 这是什么意思啊 总之是这两个装甲 这两个装甲呢 目前Archangel 应该是更加重性的装甲 提高的升级值呢 可能是8点 但是呢 提升的 移动力可能只有1 可能就是更加重性一些 没有这么 这个装甲这么敏捷 总之 飞行装甲呢 这两个我选择了 这个更加敏捷的一个装甲 还是给我们的 RMG的钢热 还有我们的Sniper 基本上是 就是最理想的情况下 剩下装甲 剩下装甲呢 是最后的是 Shadow Armor跟我们的 Titan Armor 就是一个暗影装甲 跟一个太阳装甲 太阳装甲呢 是非常的 非常重 它不提供任何的移动加成 但是提高12点的HP 跟0.5的上下减免 这个是常驻的 然后它还提供 Damage Control技能 就是你受伤的话 会增加1.5的上下减免 应该是两转 持续两转 总之 我好像是在之前 在突袭外星基地的时候 我的Sod也是被 感觉它的眼底被炸开 炸开之后也是由于是 它自己的基因改了皮肤里面 然后可能是Damage Control是1.5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 太阳装甲的0.5 但是一共提高了3点的商业减免 也是存活了下来 我估计当时 它要是没有穿太阳装甲衣 就直接是死掉了 总之是非常保命的装甲 但是这个装甲缺点 我之前也提了 它是移动力 会受到的损失比较严重 所以说到了游戏后期的情况下 并不是全员都要装这个装甲 其他人装的是暗影装甲 但它的缺点是比较明显 就是它提供的HP只有4 基本上我选择的做法就是 大部分情况下 让这些人全部保持在非常安全的位置 然后给我们一些像部队中Mac 或者说是Assault跟Scout这种比较 它的鞋表多的方面 觉得是有意识地冲张敌人的把子 总之是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实在发现激活的敌人太多 或者说敌人冲过来了 直接激活Ghost Mode 还是可以保命的 总之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装甲 武器呢 武器说一下我的一些选择吧 在游戏初期呢 Scout Scout 然后Assault 选择的是散弹枪 然后Engineer呢 根据情况 可能会大部分情况也是属散弹枪 在之后呢 我的Scout 一般会不停地在用 等于是用我们Assault 用剩下的散弹枪 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基本上像比如说我们游戏初期的 Rigaz看的应该是马尼的散弹枪 一级散弹枪应该是这个Scout Laser 但是先造一个 然后给我们的Sault用 基本上等我们下集 下集的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A-Lord Cannon 是Gaust Gaust weapon的一个科技 点出来之后 我们会跟相当确把Sault的散弹枪 从Scout Laser 换成A-Lord Cannon 这时候呢 剩下来的Sault Laser 就给我们的Scout用 是这么一个情况 毕竟是拿散弹枪的话 骚得威力更高一些 到了游戏的大后期 我会选择让 我会把这边的Rigaz Rifle 等于是相当于是Mark's Man Rifle吧 它是可以增加暴击力 比散弹枪 应该是比散弹枪高吧 总之呢相当于是一个 相当于一个狙击枪的一个版本 移动后是可以设计的 配合上我们 当然这个 我一般 我用这么一个组合呢 也是到游戏最后期 研究完了Teddy和Rigling以后 有三个 我便选择Scout 平常呢 我常驻的 在游戏最初期的时候 可能是没有这么多的东西 基本上在像Scout 然后Sault 这种非常容易出到前方的部队 我都会选择让他们带一些Flash Mount 然后到了游戏的中期呢 我这边研究出这边 这个Continence Street以后 相当于是这个 等于是我会给Scout 长年打 可能是用的 因为我发现我玩Long War 玩的 等于是玩多了以后 可能是我用的 就是我发现一个 就是一个规律啊 我发现比较容易受伤的呢 是Scout跟Assault Assault 由于他就是比较冲的 他冲的太够钱了 所以说经常是容易被 被敌人等于是反应手打到 Scout受伤的一般就是 就是他跑Word的时候 就是你运气不好 直接是被敌人打到了 当然也是要提一下 Long War中的Lightning 现在也是有所改变 他是受到的第一个 Reaction Shot是直接降低90%的能力 然后后续的呢 会降低70% 总之 总之算是 再加上 假如说敌人离我们很近的情况下 就是比如说有些情况下 敌人空头 空头到我们眼前 你直接跑的话 很有可能还是被被打住吧 所以说需要一些 需要这个物品去提 从事加加强我们等于是 Lightning技能的一个 敌人 逆耸我们的一个几率吧 而且还是可以增加 增加少许的一些防御 总之 换成这份物品以后 基本上现在呢 还是会被打到 但是被打到的几率 比之前也是要设备低一些了 剩下的呢 根据根据情况 我们在游戏大后期 出了这边这个Workserver以后 我们直接选择出 增加移动速度 最后 从这边这个Marxman Scope 相当于这是我大后期的装备 当然这也是在游戏夹出 游戏初期 或者说是在TechRigging 没有研究之后 Marxman Scope 完全是可以不需要 Workserver也是 完全还是没有 就没有研究出来之后 可以选择的 可以选择东西 在初期的时候呢 我会选择这边 你看看我是造了三个A2Taking 我会给Scout一个 然后可能给Assault一个 然后Inventory 可能就 可能是没有给啊 我造三个应该是 Scout跟Assault 两人一人一个 然后剩下的一个呢 是给留给我们去做 Exault这种特工的 总之是 让他们血量尽量高一些吧 因为是 只要是你的血量 这边可以增加2点多块血量 在游戏初期跟中间的话 这两点各块血量 很有可能就是让你不会受伤 非常的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Assault Assault基本上 它的武器 可能还是没有太大变化 游戏初期的话呢 我给它选择的是 一个闪光手雷 有可能是给它带2个上空手雷 或者说是根据情况 很有可能是带一些 Plating 游戏初期里面有的话 你可以直接带一个 免费的增加1.HP 或者说是 你造出来之后 可以是增加这个 Ceramic Plating 只可以增加2.5个HP 其他东西呢 我个人是感觉上 是没有太大的造的价值啊 Scope呢 我是不会给这两个职业的 所以他们的散弹枪 在进去的话 基本上价值还是比较比较高的 然后在我们的Foundry计划研究完之后 基本上呢 我会把这个Plating换掉 好 直接是带 带两个 带一个Brition Armour 然后根据情况 假如说 需要很多能坦克成效 在这边叫Impact Bass 它是可以是增加Absorbent Armour的 提供一点多HP 或者说呢 还是增加就是 比较常规的一些2.HP 总之是根据情况 总之Brition Armour 我会在研究分之后 常驻在Artsoul的生长 这算是一个我觉得 比较重要的科技 它会把我们散弹枪 打机械单位的 额外的伤害简比 相当去直接给抵消掉 这之前好像是我在 之前的一个视频中啊 就是给看过 就是张的 我算是练了一个比较特殊的 一个Soul 它是一个纯净贡献 它是直接利用RentGun激活之后 RentGun激活该 可以直接 也不算是单纯搜弄到两个C 삼marks 总之那两个S sus 当时是 中了一个Shrade Racket 然后中了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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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掷 就是中了 Acid 它的商业简历已经是变低了 这样也是让张是直接是可以在这两个Cellicle 也算是也算是有可能 当然它要是当时没有装备Brenching Armor的话 应该是完全不可能 总之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技能 这等于是我们的Salt的一个 这两个它的物品吧 说完Salt 然后是我们的Infinite Infinite基本还是装甲穿尽量是 目前你可以研究到的最重型装甲 直接在部阶前方扛的 武器呢还是普通的来福枪 普通的来福枪 在Lunwood中我知道有一个新的来福枪 好像是叫Heavy Laser 还是叫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类似于Battle Rifle 它跟普通来福枪呢是增加一点的伤害 但是呢是假如说你进行了蓝色移动的话 会减10点的命中 减一点的 它长住一点的一个伤害的一个移动的一个惩罚 总之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个人感觉不太好用 我觉得我更加看向于命中一些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试验命中可能就造成了你命中跟miss的一个区别 相比这一点的额外的伤害 我觉得完全是没有太大的必要 总之再加上这边 我的阴水水基本上都是会进行两次射击的 所以说你基本上是每次都会受到一个额外的10点的一个伤害 我觉得我是感觉我个人用不太好 是想不出来这个Battle Rifle究竟是给谁 给谁可以用 感觉给谁用的话都是不太好 像Scout他需要不停的跑 造的他也要跑 Matic可能不需要跑 但是Matic的命中又不是很高 Engineer就能不能考虑他的命中更加的更加低 总之是我其实没有造 再加上这个Battle Rifle版本算是比较贵吧 基本上初期的Laser Rifle基本上是造成一人一把 其他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慢慢的升级 Laser Rifle升至慢 或者升级成这个Ghost Rifle 然后直接是升级边边Pulse Laser 最后升级到Pathman Rifle 基本上是1.1的升级 游戏中Longward升级我是不太建议去跳科技 因为Longward是比较长 再加上科技研究时间比较长 所以如果你跳科技的话 很有可能造成中间真空气比较长 尤其是第一集的Laser Laser科技呢 虽然说在游戏初期 你要是直接Rush的话 是可以Rush到Gauss科技的 但是Laser科技我是非常喜欢 因为它是初期可以提供一些运动的 对于你初期新兵运动比较低的情况下 帮助还是非常多的 配合好游戏上我们的GG手 配合好3weapon 还是在初期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然后是Mintrad的一些物品 物品呢 在初期我会选择 肯定会带一个scope 然后剩下一个东西呢 我一般选择呢 是带 在游戏初期我会选择 肯定带一个high time文件 基本上可能有些人更喜欢去带一些 比如说就是纯叠命中可以带一个laser set 但是我个人感觉 尤其Ensetrate在 毕竟是手机的频率比较高嘛 觉得有时候需要不要上弹 还是比较致命的 所以一般带一个弹甲的话 我是感觉这是我一个看法吧 但是多射击一回跟多4点的命中 相比之下我更看好一些多射击一回 因为你射击一下相当于是你有一个90的命中 你这边呢总是少射击少射击一个90%的命中 多每次多4点命中 我觉得哪个更好 我可能是我就不用说了 基本上是Ensetrate 到了后期呢 Ensetrate研究完了telic rigging 我之后呢会选择让他带的技能是work server 然后这边这个manxin呢会直接给他换出来 因为我的lock and load 跟我们的ameral conservation都已经研究完了 我会直接选择这边是游戏大后期的一个pasma的一个 也是增加一点伤害的一个一个技能 现在是可以基本上就是追大化我们伤害输出吧 总之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边呢 这边呢 这是我们的soud soud到后期的技能是 也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带一个plasma的pixel 基本上就是等于我科技满级之后的一个情况 这是两个满级的人的一个配置 然后是gunner gunner还是初期基本上会选择一些机动性比较高的 是带高爪装甲 到了游戏后期呢 会研究完飞行装甲以后 直接是带上飞行装甲 武器呢 对于普通的heat gunner来说 直接是带lmg 另外lmg呢 我也是不建议去rush 我可能我还有laser的lmg 可能是卖掉了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 应该是留着的 基本上还是都去研究lmg 然后都是研究完之后 研究完之后呢 这样直接是带上 然后物品游戏初期的话 我的游戏没有卖 可能是游戏初期的话 我的gunner 可能是带一些smoke 可能会给他带一个smoke 刚才我看的了 我看的了 给他带一个smoke 然后呢给他带上scope 基本是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gunner 尤其是大部分情况下 他会在后边 就是不停的去点射击 或者是double tap什么的 所以说这个scope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关键吧 等我们到后边学会了一些 学会了方坠的计划之后 我会把这边的smoke 直接是换成armor piercing armor 现在是更更进一步 增加他对机械单位的一个伤害 然后在大到后期 我们直接是研究完了tacto dream 再加上我们这边飞行之后 直接有带一个fisail 可以增加我们的飞行 直接是飞24个行动 基本上这就是 我等于是大后期 刚那的一个配置 这样这四个直接说完了 还剩下这边的sniper sniper机面算是比较相像 跟刚那非常像 基本上是初期呢 带一些高爪的装甲 然后慢慢的升级 直到升级到可以飞行为止 武器呢还是直接利用 我好像我所有的laser的来副枪 可能都是直接卖掉 毕竟当时是需要去升级我的武器什么的 尤其是可能是升级 可能是升级这边pulse武器的时候 尤其是有gauss武器 所以就直接卖掉了 总之是慢慢的升级 也是也是没有我是从来 我是没有rush一些科技啊 另外呢 我的gauss的这个long rifle 这也是需要值得提一下 这个这把武器呢 正在情况下弹容量只有1发 升级了 你要是不升级low的话 是只有1发 然后不升级amble customization的话 也是只有1发 升满这个三个技能都升满 以后是一种三发子弹 这三发子弹呢 可能升级的比较少 但是呢 一旦说有long blow 跟这个amble customization的话 三发子弹的long gauss rifle 还是比较有杀伤性的 因为它自带了一个hit armor技能 打机械单位呢 我觉得基本上 除非你的科技研究非常慢的话 基本上在我们的这个gauss rifle 出来之后 敌人的机械单位 应该算是比较多的一个时期 这个时候呢 你直接是举手 配合上这个gauss rifle 还是比较 我觉得比较比较好的吧 等再慢慢升级呢 我们部队的作战力 都已经提升上来之后 正好我们的可能是pulse rifle出来 这个时候你再换下来 应该是没有什么情况下 没有什么意外 或者说是你还可以让 随机手持一直带着这个gauss weapon 因为这个weapon还是非常 我个人感觉上 它的使用性 比我们这个pulse sniper rifle 要好一些 因为它是带hit 带hit的话 打击的感觉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等着这个样子 直到我们把最后的pulse rifle 研究出来 这把武器呢 它的所有的我们的pulse rifle 都是有一些额外的奖励的 这个好像是对35格以外的范围内 要是暴击的话增加一点伤害 然后是我们的物品 物品基本上是snifer最初期的时候 带一个mint fit 可能是部队当中在最初期的时候 没有mint fit 可以加鞋嘛 它带一个 可能是相当于充当一个混合之类 然后再带一个scope 等我们mint fit 出来之后呢 是可以带一个scope 然后带这边这个a-lure rifle 也是我们方队中研究的 应该是一个 总之很便宜的一个计划 那个计划研究之后 是可以在engineer中随便造用 这个东西也是很便宜 并不是非常贵 增加6点的命中跟暴击 总之sniper还是像 我用sniper还是像原版种比较像 就是让它站在一个 非常靠后的一个高高处 就是不停的一个狙击 最后呢 等我们的飞行装甲研究之后 基本上我觉得飞行装甲出来后 我是飞行装甲出来后 我的tactical rigging还没有出 总之是比较奇怪 基本上这两个东西应该会差不多 所以让你直接带一个fusell 增加它的移动 最后是racketeer racketeer整个战斗中 我的变化是比较多 在初期的时候呢 我会让它带一些比较 就是部队用剩下的重型装甲 会带一些重型装甲 这样可以看它的移动会是比较比较慢 这样呢 我直接是带一些所有的像 这个storm gun或者说是 总之是所有的smg 现在是这种类型的枪啊 就是只能它的弹容量只有两发 然后可以增加三点的移动 总之是让所有的racketeer 都是带在这种武器 因为它本身的移动力实在是太糟糕了 这样基本上呢 这个是我 等于我目前这个配合 现在是游戏初期所有的 所有的racketeer的一个 一个配置吧 基本就是在游戏初期的时候 有可能是你的racketeer 算是比较 可能是比较危险吧 因为它需要是不停的去跑到一个位置 然后steady weapon 可能是我的打法 就是跑到一个开口的世界 开口的位置 steady weapon 然后等敌人过来 然后那个时候是在用 在向敌人射击火焰炮 或者说敌人已经过来了 你就不得不跑的一个更加危险的位置 然后去steady weapon 这个行程下 你就需要一些比较重心的装甲 去给你扛着 等于是游戏初期的一个样子 那我这边的shrather shrather rapid 可能是 可能在游戏初期的时候 要换一下 换成普通的rackete 基本上 shrather rapid 假如说我们 我们部队 其他人的火力 比较强的情况下 shrather rapid 是比rackete要好 但是像在游戏初期 可能我们大家 他命中率都不达 这个情况下 还是用rackete 造成更加直接的伤害 要好一些 等于这又是初期 到了后期呢 我们学了 比如说我们学了这边的 这个受害能够技能 以后 是可以直接 直接多了一叉火焰炮 这个时候就不用再带 我们普通rackete 可以直接再打一个shrather 等于是 额外的一个物品shrather 然后技能的shrather 各种火焰炮 可以打两发 虽然是比较不神经病的情况 然后 基本上是 这么一个情况 到游戏最后期 这边的plasma storm gun 延伸出来之后呢 像是这把武器呢 是可以 跟普通smg不太一样 是再增加一点的移动 算是 再增加我们的移动吧 基本上是 现在对我们的racketeer 一个小的一个升级 其他的装备呢 基本上是 我是不会变的 这个时候是根据 我们的部队的构成吧 假如说 假如说你觉得前面 能扛下来之后了 这个情况下 可以换成shrather armor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轻轻装甲 进一步提升 我们racketeer的一个移动 从上它跑 就是不停的跑位 然后去设计 这是我的一个做法 然后根据我们的科技 假如说 你把最后的bass launcher 演出出来之后 这个武器尤其是可以导向 而且是不会偏斜 它的 它的 就是它的 射程呢 只会根据你的命中受到影响 这种情况下呢 假如你是美局你不跑 你不随便跑的话 跑的话 可能它的射程会直接减一半 要是不跑的话呢 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scope了 因为scope 这八点的射程值 会增加大概 比如说五格的一个额外射程 大部分情况下呢 你的站位是打得到跌的 除非你需要进行一个非常远的射程 那种情况下 我就建议你直接还是steady wrap 进去 这种情况下 研究了bass launcher 直接scope可以换掉 换成一个普通的racket 因为你是 这两个racket是不能叠加的 所以说 这么带 算是最大化的 我们伤害输出 配合上bass launcher 然后呢 还剩一个空格 这个空格呢 我会在游戏最后期的时候 把我的racket 直接变成一个超级士兵 这个时候超级士兵呢 我直接让他带一个 沙通 device 这就是我们原来的隐身手雷 由于是在long world 这个版本中 也是之前提到 我们的packmaster等一些人物的技能 是没法增加它的使用次数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你就是尽量就不要给他 不要把它用在会packmaster上的 engineer 或者说是matic身上 因为是不会受到加成的嘛 所以说 是直接让racket 变成一个超级士兵 从来可以使 因为这个目前 这个shadow device 需要超级士兵 总之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呢 我的超级士兵 不建议再往后边是在研究了 因为其他的 最具体情况 到时候再说 总之是 只学一级的超级士兵 因为后边就是为了 可以使用我们的隐身手雷 后边的东西呢 在学 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 只会增加更多的负面影响 哎 这样还有 这个应该都说完了吧 可能是我们的scout scout scout好像是武器 当时有什么用 我没有装备好 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 这是我们的 scout 最后成功之后的一个 一个情况 这个变动也算是 算是比较多 因为根据情况 有时候打一些 就是比较窄的地图的时候 毕竟我们这边有些情况 是可以知道 我有可能呢 让scout 他的武器 是从这边的 就是marksmann rifle 直接是变成 变成 还是普通的 比如说这个blaster 也是算 换 再变成散弹枪吧 这种情况下呢 你的 就你的marksmann scope 是没有用的 这种情况下 其他东西 根据根据情况 有些情况下呢 我会直接就给他 带一个普通的scope 或者说是直接带 带上 带上butter scanner 或者说是 或者是直接带 很很早的时候 motion tracker 这个是在游戏一出现 就可以造的 这个东西我一直没有提 真的是非常好用 在初期的时候 新兵的话 可以直接 给他们 一个人带上一个 然后不停的使 总之是可以提前 获得这些人的位置 从而是进行埋伏什么的 总之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玩意儿 这样基本上是 这是我们前 初期的一些部队 然后安之尼尔 安之尼尔之前也提到 还是带上一些普通的 部队 穿圣的装甲 什么的 然后慢慢升级 直到我这边是升级 到了shed armor 武器呢 我的选择呢 是直接让他 根据情况 假如说我们这 这场战斗 我是需要去 对外星人 进行绑架的话 比如说是一些 外星基地的 就是UFO 坠毁任务 一般绑架 最适合的地图 是坠毁任务 那种地图的 敌人的数量比较少 而且抵抗也是比较弱 有些情况下 运气好敌人 可能会出现一些 比较强力的 但是比较少的兵种 那个时候 绑架是最合适的 基本上要绑架的时候 我是建议 直接是带我们 RACTIR上级 剩下的FMG 比如说这边 可以增加三点的 文化移动 然后手枪呢 假如有的话可以带 没有的话 直接带普通的长文手枪 就可以了 这时候呢带一个 肯定是要既然绑架吧 肯定是带一个AXSORER 剩下的一个物品呢 一般就是 还是选择带手围就可以了 因为毕竟是Engineer 他的 我这个Engineer的配置 就是去准备用手围的 带其他东西呢 是没有太好的帮助 当然到了游戏后期 想要用你资金允许的话 我们可以再配合 配合RADING 可以再带一个WORKSORER 进一步增加我们的移动 从来是 优化绑架吧 配合上这边的ShadowArmor 可以直接是隐身到 敌人身边 然后从而是尝试绑架 也算是 当然也是游戏后期 游戏后期的话 绑架就没有出去那么难了 这边配合绑架的时候 也是可以选择我们的 比如这个狙击手 配合上DESABLE的狙击手 直接是 先把DESABLE了 然后我们直接可以 是大小敌人身边 准备进行绑架 这也算是一个情况 那也是 总之是给大家建议吧 就是想绑架的时候 尽量提升 我们Engineer的移动力 毕竟AXSORER重量是2 相当于是 会对它的总移动会受到一些影响 这是我们去 普通的Engineer 当Engineer到最后期 最后期成型的时候 会 发现好像这一点不太对 Mindic有说 Mindic的一般它的武器 我给他选择戴的是Carbon 我不太清楚 我不太清楚 一般人会有什么看法 总之一般Carbon 它是相当于是 攻击力更低一些 但是它的命中 跟移动力会高一些 一般我给他带 这个原因是 它的 Magic大部分情况下 是对敌人进行 Suppression Suppression需要一个 弹容量比较高的一把武器吧 我们平常的 我记得在原来版本中的 Battle Rifle 它是有点改变 原来版本中的Battle Rifle 它的子弹数比较高 那个版本中 我是让我们的Magic 带的是Battle Rifle 从而是利用高弹容量 对敌人进行 Suppression 但现在我是直接选择 让它带一个 Gaust的一个Carbon 因为Gaust武器 是增加一点的 在容量的 基本上就是利用它的高移动 有时候可能需要多跑一点 然后去把敌人给 Suppression 总之是 一般情况下 我们Magic 出了Gaust武器之后 它基本上是没有变的 到了后期 出了Plasma Carbon之后 我是选择让它带的是 这个武器 主要原因是它除了增加 像普通Carbon一样的效果之外 它还能增加6点的防御力 这个防御力呢 是配合上 我们原来 假如说我们是 满级科技的 这个Shadow Armor的话 可以再进一步 增加它的防御力 这样只要是你在眼底下 对敌人进行 Suppression的话 Suppression 再降低敌人30的命中 基本上这个 Suppression 是比较安全的 敌人是不会打到你 算是比较比较好吧 这样说到Engineer Engineer的武器 基本上我用Engineer 还是就像之前说的一样 都是使一些比较剩下的武器 比较剩下的武器 毕竟它的命中率可以看只有83 还是非常低 提前连都是满级的 我们看一下Magic 88 也是起码比Engineer要高很多 所以基本上Engineer 是不要指望它去进行设计了 没有必要是让它带一些 就为它专门造一些武器 或者用别人剩下的武器就够了 这样大家的武器装备什么 基本上是说完了 然后我说一下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 整个是我的 总之是我在Long World 包括我打原版 Animic Vsing 或者是Anno Anno应该是没有 Vsing中的基因改造 我也是提前 我是比较偏向于基因改造的那种 那种一个路线吧 在Long World中 Mac可以说是比原版Vsing中要更强了 但是它也是变得更贵了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 在初期Rush Mac 可能出不来 就或者说是 就算出来也是过去几个月了 但是基因改造 在游戏初期 就可以马上造出来 就是你直接在 研究完Sectoid的实力之后 直接是有一个科技 你直接研究完Sectoid 可以马上起进行实验室 这个进行实验室呢 初期你直接在造一个Lab 这两个实验室 还可以增加一个 研究速度一个加成 也算是对游戏初期 我还是感觉上Long World中科技研究 比我们的就是Engineer的这个Workshop 要更加好些 这是解释了为什么我这边呢 就是所有的实验室都造到上面 然后Workshop的情况 我才造到后面 这也是根据我的游戏初期的一些 不是初期啊 就是游戏初期的一些 我的建造的一些走向吧 但是初期是偏向于一个科技 后期呢 这两个位置 原来应该都是我的普通的Lab 现在由于是我的科技 已经是没有什么可以研究了 所以我都给拆掉了 是什么病情啊 这样初期呢 是可以马上 等于是我的打法 就初期马上可以进行基金改造 基金改造也是 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 基金改造在哪里呢 基金改造呢 是在 是对我们部队的 进行一个小幅度提升 并不像Mac一样 可能是你一旦造出来 好像就是类似于是 比如说你初期真正说 哎 运气不错 Rash初一个Mac来 基本上我觉得 初期就可以搞准无忧了 可能有这么种情况 但是基金改造呢 是你慢慢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提升部队的 部队的一个能力 我觉得算是对你部队的 其他的提升吧 是慢慢的很缓慢的一个平稳的提升 我觉得是更加好一些 因为Mac假如说说的不好 就是情况糟糕一点 比如说你在出Mac之前 部队 尤其是他可能会 产生一个比较长的真空期 这个真空期还是比较危险的 但是基金改造的话 尤其是他见效比较快 而且需要的每一个基金改造 用的资金都比较少 觉得还是比较平稳的吧 像我们直接从这个画面看吧 像基金改造 好在初期我们看一下比较重要的基金改造 我会所有基金改造中我最优先 最优先的是我Scout Scout这边的这个Muscle Fiber Density 先把这个研究出来 这个研究实际上是原来Sinman的一个弹跳 等于是更加更加增强它的征查能力吧 然后呢是我们Scout研究完之后 我是觉得要研究我们的Sout Sout Sout的一个也是Mustle Fiber 也是要研究出来 然后这边我们这把Sout 尤其是它等于是一个 等于是我要给它带掉最后的主天任务 所以我们给它选了Second Heart 是防止它死掉 一般的Sout技能 应该是别的样子吧 诶我的Sout 可以看为是有7个Sout 是我所有的 你们能看吗 一般我的部队是只有5个部队 现在是进行轮转 Sout唯独是有7个 是因为我对Sout进行进行改造 是非常 是基本上是一个全全面改造的 基本上我是觉得 Sout的作用就是一旦情况失控了 谁上 只有Sout能上 因为它会转转杠 所以我也是对它进行的改造 也是非常的严重 基本上呢还是 还是这个Muscle Fiber Density 就是研究 然后研究的是 这个技能呢 它只增加三个小时的一个 等于是 就是一个额外时间 而且呢是非常便宜 这个技能是也是一开始就可以研究 其他技能可能是需要一些相应的 可能需要一些相应的 就是外星科技解剖什么的吧 基本上是这么样子 然后最后呢 这两个等于是Fiber 这个Cman的弹跳 研究完之后 我是把Sout跟Scout这两个单位呢 都去听 本是优先在研究这边的 smart chemical fish 主要的是可以 我最看好的不是它可以去回血 而是去免疫Cman的毒物 之外我觉得这两个等于 这边的免疫毒物技能也是更加优先一些 等于这两个技能完成之后 然后呢我再会研究Iron Skin 最后再研究Seconding Heart 因为我的基本路线上是一个 像像我到Sout的现在 虽然它现在是一个超能力士兵 防止它意外死亡吧 总之是这么一个情况 总之是先研究这个 然后是这个 然后是这个 最后再研究Seconding Heart 总之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边的Hyper-Reactive Pupilum 也是可能是有点说的跟刚才有点不太一样 总之就是 你有额外资金可以研究 研究 要是每一份研究的话 也就无所谓了 因为这个技能只是一个 类似于是稍微 紧相添花的一个技能吧 有跟没有的话差了多少 这是最主要的两个技能 是两个 我觉得是要提前研究出来的 还有两个是需要研究的 是我们的Infantry Infantry 我提前研究 是这边的Hyper-Reactive Pupilum 这是要提前研究的 但是优先级最高 因为它应该可以打两次 MISS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包括All-Watch MISS的话 是直接是可以为你下个设计 增加10点命中 还是非常不错 而且是只增加三小时的辅替时间 这个研究之后 在研究这边的 等于是 这是肾上心素的一个研究 比较 它的比较 就是比较贵 而且增加9个小时的辅替时间 但是呢 由于Infantry 是整个在我的战役中 我发现Infantry的 会Cyndanel的Infantry 直接在Overwatch 很有可能是敌人 等于是冲 它冲过来 被我们的Overwatch打死 然后我们Infantry 会直接触发 等于在敌人的回合内 触发这个技能 然后在 等进入我们回合内 我们所有部队 都是可以受到一个 等于这边一个buff的影响的 可以是再进一步提升我们进攻能力 也算是真是不错吧 最后呢 我给它选了这面这个 这个 Neurys Damping 现在是一个 总之 作用呢 不是 感觉不是很高 但是呢 我个人感觉上是之前呢 我的Infantry 是被 总之被敌人是 超能力是 就是要么是给打 星空啊 或者说是被 被判掉了 总之是比较比较危险 毕竟我们是 Cyndanel officer 它是最重要的一个单位 我觉得再 再坏的情况下 发生也是 它是不能 它不能判掉的 所以说我是需要 需要一个技能 才能进行保险吧 现在是 这么一个情况 可能就学了 这边呢 比较唯一一个遗憾 就是Cyndanel officer 是不能 没法这两次 没法一块使 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Officer 还是不能 就是一旦死掉的话 还是损失掉岩的 但是呢 我的 基本上在 战斗中的岩体选的情况下 我会优先把 全岩体 在前线中的全岩体 假如说只有一个的话 我会优先给一个 一个岩体选 然后呢 再去 再去给其他部队使人体 总之是 大部分情况下 一定是都会在全岩体 情况下 应该是 还是被受伤的几率 会比较低啊 除非是 除非大家都在全岩体 这样应该是可能 仇恨稍微告诫 总之是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你要是觉得 怕死 可以学这个技能 剩两个技能呢 我就不学了 因为是 Officer 尤其是他每生一级 Officer的话 他的40时间会变长 再进行过多基因改造的话 会直接导致我Officer的40时间过长 从而是转转不过来 总之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是Gunner Gunner呢 初期的基因改造也是 跟音乐非常非常像 就是先研究这边 那个Reactive Pukeus 毕竟Gunner他是有 Gunner应该是不停的overwatch 有可能会miss 然后他还会有double tap 也会miss 总之是 可以研究一下 然后这边的相同技能 Gunner在初期的时候 由于是他会hit 然后RMG的射程 他的攻击力比较高 基本上杀死敌人的机会 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基本上 我感觉上还是能研究一下 等于是这个buff技能 还有最后一个buff 我是给了Rucketeer Rucketeer就不用说了 因为他是 在游戏初期的火焰炮 基本上打出去 就会死人 这样的话直接是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 运气好直接在 比如说Skull在前面 探到敌人 或者说是 BuffSkull照到敌人 直接火焰炮开怪 埋伏敌人 这样会直接是 开怪把敌人炸死一些 我们直接是部队 受到这边的buff影响 可以增加我们的移动 view跟运动力 什么的 然后等于是这个技能 相当于是更加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重要 然后这边的 Mustle Fiber Density 也是一个效果 有时候地形不太好 没有那么 火箭炮发射的角度 不是很好 这种情况下发射 还是实有的 所以说 基本上当你有足够资金以后 学一下这边的 Mustle Fiber Density 它的优先度 是比我们前面这两次要低的 然后说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 就是Hybrid Reactive Pupils 对Racketeer是比较 感觉上有人可能会说 这个完全没有用 它只会打 我的这个build 它只会打一次 它并不会说出现miss 这个作用实际上是对 它是对火箭炮有效 我不太清楚 在原本中也是这样 但是总之我比较确定的是 在long world中 我的Racketeer发射火焰炮 它算miss 也就是说每次Racketeer 发射火焰炮的话 都会触发这边 这个Hybrid Reactive Pupils 这样基本上 比如说你开了个火焰炮 然后敌人没有死 下一局 下一局的时候 假如说你觉得 敌人已经是残血了 并没有必要是再打第二次了 这样你可以直接手机 这个时候手机 会是有一个 10.0的加成的 总之算是比较 比较额外的 甚至一个额外的奖励吧 所以这个技能 Racketeer的话 还是能学一下 畢竟它不对 可以学 胜利的 Sniper 基本上是没有过多的进行改造 还是 这个就有点不太一样了 好像是 我只有 只有 Sniper学了 Depth Perception 因为它是经常要进行 在高地进行狙击的 再去学这个技能 然后 Master Fever Identity 也是 研究出来之后 可以学的话 就马上学 因为是 更加 有些情况下 可能你的勾扎是不太好勾 可以是更加好的 去跳上高地啊 或者是防领之类的 这是两个技能 Engineer呢 应该是没有进行改造的 毕竟Engineer 我觉得它在游戏 在游戏出戏的时候 我发现 Engineer要不停地进行绑架 它的 就它的受伤机会 还是比较高的 再加上它的 就有些情况下 是你 进行改造 它的一些改造 就并不能 就是比较好的 来去帮助它 绑架 总之 再加上我的一些 就是资金呢 一些不允许情况 所以说Engineer呢 我是没有进行改造的 最后Mac 是肯定没法改造的 然后Magic Magic呢 也是没有改造 因为它是没有太好的 毕竟Engineer跟Magic 都是在游戏 本是买了部队以后 才会出现两个职业 他们可能就是 没有更好的一些选择 再加上我的 主要的 初期的一些资金 都改造其他部队了 所以说没有改 总之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样说一下我的超能力 超能力呢 我优先改 本是优先 进行的是Magic 一个研究 基本上呢 Mac全部走右边 那个路线 基本就是 上来的Mind Free 这个呢 技能主要是 并不是 并不是对敌人进行伤害输出的 而是给敌人一个buff 应该是减30的 减30的命中 然后 减一些敌人的feel 然后把敌人的移动距离 可能是减低50%吧 从而也是导致敌人一些OE伤害 投尸手蕾 喷毒什么的 也是 降低 相对是一个控场技能 然后Sign Inspiration 也是相对是 但是 就是 跟技能说明一样 是可以增加30的feel 然后我们部队有Panic 什么的 也是可以给它驱除 然后是Mind Merge 这个技能呢 我是觉得比这边的Panic 要好一些 因为 大部分几乎下 我用Mind Merge 都会是在利用它的 长距离的宝帽 可以不停的扔 扔一些 辅助手蕾什么的 还是不会 尽量是 它在家的血量比较低啊 给它 它穿的装甲 都是不能扛 所以说它一般会在部队后方 这时候直接Mind Merge 一些我们比较重要的部队 可以增加一些 我们X-COM部队使的 敌人使的话 应该是增加一些额外的生存值 给X-COM部队使的 会增加一些额外的护甲 算是 算是 不错 待到后期 我的Glass出来之后 直接是对Glass使 是可以增加很多的生活能力 最后这边呢 它是Connected Field 也算是 我觉得 这原本都有 非常强 总之我想 稍微提一下 就是 稍微注意一下 使这个技能的时候 不要以为你就无敌了 敌人还是有手雷可以扔的 我曾经就是部队扎堆 然后被手雷直接所有部队 都炸进医院了 算是得到了一个教训吧 最后Mind Control 跟这边的Rift 是比较难学到 这边的 我这个Magic 我记得好 它是进了 在Long World 它的等于是 学技能相当于是跟 跟我们原本是很一样 总之 这个我就不说了 总之是在Long World 我的 可能这边是有41的成功几率 我那个Mind 好像当时是 进这个实验室 好像进了四次 它才把Mind Control 学会 算是不太走运吧 总之是这么一个情况 其他的还会常用的士兵 我主要学的呢 就是 Arsalt Arsalt这边还是Mind Free 是进行控场 毕竟Arsalt 大部分Arsalt 都是拿的是散弹枪 有些情况下呢 需要对远处敌人 进行一下 击杀什么的 不太跑不过去 或者说是不允许 这个时候 就只能进行控场 Arsalt唯一能控场的 就是Mind Free 其他两个技能呢 我是感觉不是特别好用 总之是我更加倾向于去控场一些 然后这边是跟我们Mind Free 不太一样 学的是左边的路线 基本上是这边的Distoration Field 我们六码 不是六码 是好像是四码 还是好像是六码 记得太清楚了 总之是比应该是比四码要高 就是增加部队 在眼底下部队的一个实验的防御 跟我们原来Mac的 好像是Support Mac改的 改的这个技能 应该是一样啊 这个技能呢也是 我觉得就是一个 就是不要过度于依赖吧 因为还是那个样子 过度于依赖的话 会有可能造成你部队 部队队队队 从而是中了敌人的手雷 所以说要注意一下 这个技能就是 可以是 我觉得要是用不好的话 你可以当它没有是吧 假如说不小心 受到这个效果影响了 那不错 不要有意的去往这个 这个我们的Support 身边的扎堆 非常容易中手雷 也是提醒大家 然后Panic Panic技能呢 我是选择了 不要Support 并没有是给它去Mandmerge 主要原因是 它大部分情况下 是要冲在前方 它冲在前方 Mandmerge 我们部队可能只能会 Mandmerge后面 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再加上Support的技能 一般它会 部队中的技能数 提供的view 会比较多一些 相比之下 Matic的它比Mandmerge 要高 这样Support Panic 可能是几率比较高一些吧 再加上比如说我们的Matic 可以是直接Mandmerge它 提高它的view 然后再去 我们的Support再去 也是Panic 算是一个组合性打法 然后这边三个技能 还是像Matic一样 尤其是Support 冲的比较靠前 所以Telokinetic Field 是发挥的功效不是很高 这边呢 是一个Pyrokinesis 也是Long War 应该是Beta15 还是Forting 新加入了一个技能 我呢 其中有一个操的穴了 但是呢 我感觉上没有 不是很好用 这边的Support Cycle Kinetic Strike 相当于是一个 就是摧毁掩体的 效果呢 跟 应该是跟一个手雷差不多 跟普通手雷差不多 这么大的一个范围 只要是 就是可以破坏掩体 被打到 被影响的话 整个这一个掩体 并不是被罩的反体 比如说你一堵墙 一堵墙你稍微这个技能 就是擦到一个边 整个这一堵墙 都是会被打掉的 总之 像Aside 有时候你就冲 冲到前方 你发现有些敌人的掩体呢 他在全体架 你又跑不过去 这个时候呢 有没有其他 手机吧 不太好 你没有其他好的做法了 这个时候你直接 利用这个镜头 把这个掩体打掉 然后让其他部队去打掉 总之是 这种想法 这样等于是我 我学的 超能力使命 只有这两个 Aside由于是 又进行精改道 又进行超能力 所以他的辅替时间 也是比较长 这是我觉得 唯一的一个缺点吧 其实我也是 我的部队中呢 转转也是有很多的 他的进行不停的转转 大家是可以看出来的 最后呢 我是在所有部队都已经改完了 就是精改 精改到跟我的 精改到跟我的超能力都已经严重办法 我会把我所有的Racketeer 都变成超能力士兵 超能力士兵主要原因呢 但是实际上他就让他带一个shadow device 就是这么一个原因 就没有别的其他原因 因为这个shadow device他会减10点的meal 我是不太想让我们的mike 这个货的时候他骚到带 毕竟他们还是需要一定的 让他们一定的高的meal 总而是进行有些情况下进行控场的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一个部队中的一些其他部队 等于是稍微带一下这个装置 我呢选择了Racketeer 因为到了游戏后期 基本上shadow device出来也是 这应该不是游戏后期出啊 在游戏中期应该是可以出 中期的时候可能是没有过多选 我可能会让我的mike 等于是带着 但是到了后期 你mike的最后的 像华妈呢 跟我的pacmaster都已经严重了之后呢 他就没有必要再带这个shadow device 等于是完全 等于是撒回不了太多的功效 可以让Racketeer带 Racketeer呢 基本上 到后期的Racketeer走位 可以像之前呢 可能就是你需要带的这个主通的地球常规火源炮 可能需要站的一个视野开火 可以打 可以直线打到自己的位置 他留机后期呢 你需要的考虑站位 只是你的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shadow device 可以扔到我们部队的一些需要保护的单位 然后你就完全不用考虑自己的站位了 因为你的Racketeer是完全可以是定点打击的 总之是shadow device进行更改 站住上面跟我们的装备进行更改吧 这样基本上我也是废话了这么长时间了 算是呢 该是该废话都已经废话完了 可能呢 会有一些 口误 从而是说错的东西 或者说呢 是就是 我还是理解了不太对的东西 或者大家可能是不太同的东西 这个呢 都无所谓 总之呢 是Longwall 我觉得是非常的 或者是Iscan嘛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游戏 算是 总之我的计划嘛 就是在明年2月 Iscan2出来之前 我就把Longwall完结 现在基本上还差一个 营造的基地突袭 还有 还剩下 应该是我在 这个Overseer任务 Overseer任务 这个视频应该会在Overseer任务出来之前 是发出来 总之呢 是这两个任务应该是 还剩下最后的timership突袭 总之我是 就是要在Iscan2出来之前吧 把Longwall尽量是完结掉 这样也是 借这么一个机会 稍微说一下我对Longwall的那些 一些看法什么的 有些东西应该是 应该是有miss掉啊 这个东西呢到时候就 miss了他东西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直接是 要是有什么想讨论呢 或者说是有什么 情况的话可以直接在这个视频下留言吧 我呢会时不时的呢去回复一下 当然 尤其是我比较懒 有时候可能会 查看不到 就是查看不到留言啊 想让我知道的话 直接就留言的时候 直接at我 at我的话 我应该会在系统中收到提示 你要是直接在视频下 不at我留言的话 可能会 可能系统没有提示啊 没有提示的话 我可能是就是不太清楚的留言了 总之是这么个情况 这样思考这么久了 也是 希望大家很喜欢 那这样我们之后见 拜拜